第661集 仙慕 七仙将他一顿教训 林阁主嬉皮笑脸 七仙对他也无可奈何 此件事了 你得回蓬莱阁 广大本门 林阁主称事 东张西望 祖师 你们说你们在仙境拥有大好的仙山 大好的宫阙 在哪里啊 七仙脸色胀红 故左右而言他 始终没有指出哪座仙山是他们的 孤夜仙子引领他们上山 随手指向小鹏来仙山 便是那里 林阁主看去 便见一座三尺剑方的仙山 心中狐疑望向七仙 七仙纷纷怒道 孤夜 你这因果大了 这小娘们长得好看 心黑得很 你这辈子都别想成为祖师夫人了 诶 诸位 我觉得孤夜仙子 还是可以抢救一下 成为祖师夫人的 祖师你闭嘴 言语祖师被训斥一番 楚香香和元七大钟没有寻到许应 寻闻一番才得知许应刚刚离开 进入魔狱 孤夜仙子说 徐公子留下了华表天主 上面有三千天道符文 书师对你们的修行大有益处 元七双眼放光连忙说道 我去抢餐物 大钟也慌忙飞出 吵嚷着要去餐物一番 坟头草从元七头顶悄悄溜出来 飘向白玉宫 只见宫中有许多仙草正在人模人样的修炼 紫色仙草便飞过去 根须插入一只仙草体内 那仙草呆了呆 随即连根拔起 耗住紫色仙草脑门的六片叶子便打 紫色仙草又惊又怒 提膝便撞向那仙草根莖连接处 其他仙草见状纷纷涌来 围绕着它捅殴 蓬莱仙山上还有其他宫殿 如弥陀寺 也有许多仙草在汲取仙界落下的仙灵之气修炼 听闻有坟头草不守规矩 纷纷出动前来围剿 一时间蓬莱仙境陷入内乱之中 仙草仙药杀个天翻地覆 许应此时已经深入原初大世界 但见魔狱入侵 将这个世界侵染的寻不到半点天道 此地的生物已经完全变成魔道生物 动物植物都变得诡异起来 这里有村庄 还有人 许应停下望向前方水边的一个小山村 心中惊讶万分 她原本以为原初大世界被魔道污染 这么严重 不会有人类生存 没想到此地居然还有人类繁衍生息 她迟疑一下走入这个山村 村庄里的人们身上穿着瘦皮衣裳 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有的地方有着奇异的纹理 应该是魔纹 村庄里的人们也惊讶地望着她 纷纷停下手中的活 许应来到村庄的中心 看到神龛 这些人们在祭祀神灵 与神州大地上的那些人类村庄 没什么两样 神龛中的魔神突然苏醒 周身香火之气缭绕 警觉地嗅了嗅许应身上的气味 练气时 你刚从前线回来 你身上有着一种天道的气味 徐应轻轻点头 刚从前线回来 那魔神露出钦佩之色 前线危险异常 可恨我要守护这里的百姓 不能亲自上战场 他渐渐实化 又变成实相 徐应走出这个村寨 腾空而起 只见原初大世界的边陲之地 到处都是被魔化的人们的村寨 有的地方还有着城镇 这里已经被魔道同化 形成魔狱 大大小小的村寨城镇中 供奉着万千魔神 香火之气鸟鸟升起 被那万千魔神吸收 形成异域的天道 这些魔神有的非常弱小 便如当初 徐应遇到的那些村神一般 但有些魔神 已经经历了万千年的祭祀 吸收香火之气 变得极为强大 徐应甚至感应到群山之中 有着强大如天神一般的魔神 他一路走走停停 观察魔狱中的人文气息 改变自己的服饰 让自己尽量成为魔狱中的少年 免得引起注意 过了几日 徐应便已经很熟练的掌握 魔狱中人的日常习惯 甚至肌肤表面也弄出一些魔道纹理 这日 他终于来到原初大世界的边陲 正式跨入魔狱 突然 前方光芒明亮刺眼 一片魔狱火海出现在他前方 魔火熊熊 远远望去 炽烈的火光中 时不时有巨大的火焰 如同凤凰般飞起 冲上天空数万里 随即散去 那片火海熊熊燃烧 又忽悠巨大的太阳流着天火 从火海中冉冉升起 四周是一颗颗被炼得赤红的星辰 那太阳很不正常 围绕他的星辰远远看去 如同一道道锁链 将那末日锁住 又有一轮冷冷清清的星球 从火海中升腾而起 散发出明月般的光辉 与末日交响灰影 霸荒烈日炉 许应新神大阵 站在这片辽阔无际的火海边缘 我的神通霸荒烈日炉 是在这里炼成的 那火海之中有神秘的船只穿梭 从巨大如凤般的火焰中穿过 向这边驶来 船夫是一尊魔神 撑着船来到火海岸边 这时只见十几个魔族练骑士 来到自己不远处 站在岸边等候 待船只到来 纷纷跳到船上 喂 其中一个魔族少女 向岸边的许应大声说道 火海的渡船来了 你要上船吗 这趟船不走的话 你要多等十几天 许应摇头 我没钱 那魔族少女肌肤雪白 闻言玩耳一笑 取出一个布袋 从中取出几枚 泛着浓郁香火之气的物件 应该就是魔语流通的钱笔 多付了一份船钱 你可以登船了 许应连忙称谢跳到船上 那魔族少女目光明亮 我叫胡卓君 你叫什么名字 许应老老实实的说道 许应 许应 这时 那承传的魔神文言 巨大的身躯腹下 头颅来到许应和那少女面前 打量许应 嗡声嗡气 少年 你的面容还是熟悉 仿佛之前见过 他极为苍老 缓缓执起腰身 好像几万年前 我见过与你模样 仿佛的年轻人 我太古老了 挤不太轻了 像有与我长得一样的人 那魔神乘船 船只悠悠离开海岸 向火海中驶去 世界太大了 或许会生出一模一样的人 当年的那个少年 惊艳了世人 昨晚了 前面便是仙墓 徐英望去 火海中一座大墓映入眼帘 巨大的墓碑流淌着熊熊鲜火 墓碑上写道 清源庙道 拂佑太乙真君 惠民人圣大帝 二郎真君之墓 第六百六十二集 神官日月 道心问魔 魔狱也有仙人 这尊魔仙的名头好长啊 徐英心中一正 打亮那座火山中的大墓 魔仙飞升 会飞升到哪里 难道说魔狱也有一个仙界 不过魔仙的本事应该不高吧 肯定不如仙界的仙人 他刚想到这里 只见魔神撑着船 船被那仙木四周 汹涌的仙火席卷着 如同浪花中一片树叶 随时可能淹没在风浪之中 徐英脸色顿变 立刻感受到 那无以伦比的仙道之威 从二郎真君的仙木中传来 他闭上眼睛 甚至可以隐隐感觉到 那火海仙木中 似有一宗无比伟岸的身形端坐 双手结印 散发不适神光 如大日一般耀眼 无尽仙火流水般围绕着仙木旋转 那是其人死后 自身的仙道所形成的仙火 守护着陵木 守护着尸身 死后尚有此余威 此人生前会强大到何种程度 简直无法想象 徐英张开眼睛 便见他们所在的船只 在仙木周围的火流中穿梭 从巨大的火浪间穿过 追坐火海中的仙木 扭曲了四周时空 竟然让这艘船 向仙木中跌落 船上的魔族炼气势 纷纷惊叫 面色苍白 那尊魔神却仿佛早就习惯了这一切 轻车熟路 调整船帆 搏击火浪 不过多时便从仙木形成的火海漩涡中逃离 众人松了口气 徐英回头看去 只见那仙木越来越远 那魔族少女胡卓君 悄悄打量徐英 突然笑道 你怎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笑得脸色发白 徐英一脸老实 可能是我脸黑的缘故 没办法吓得傻白 胡卓君扑持一笑 你说话都是分有趣 我见你一直盯着仙木看 你从前没有来过这里 不曾来过 我是火海那边的炼气室 他指向原初大世界 胡卓君恍然 原来是故土来的炼气室 难怪你没有来过这儿 故土原本是师弟 近些年才收复 你想来是故土的炼气室 难道你来自前线 啊 你怎么知道 胡卓君得意洋洋 故土才收复没有多久 还没有多少强大的炼气室 只有少数几只古老的传承 前往那儿传授绝学 你没有见过仙木 又是我足炼气室 肯定是前线将士收的弟子 因此你的来历一猜便知 徐颖钦佩万分 卓君姐姐真聪明 这是自然 胡卓君得意的挺了挺胸膛 火海中有巨大的火浪 掀起万里的火光 如同红桥 魔神驾驭船只 从火浪下驶过 那个仙木中的二郎真君 是什么人物 胡卓君摇头 我也不知 据说这座仙木 火海出现的时候 它便已经出现 具体仙木中的仙人 有过什么事迹吗 这便都不知道了 那尊魔神 瘟声瘟气地说道 我道有所听闻 传闻这位二郎真君 乃肉身成圣 修炼到极高的境地 成为帝君 他修成第三神眼 眉心有一只眼睛 可洞察天地幽明 看遍诸天万界 识破一切神通变化 徐映听得入神 突然心中微动 二郎真君的这只眼睛 与奈和仓无之渊 类似 倘若可以练就这样一只神眼 同时处在诸天万界 和仙界阴间之中 岂不是就可以洞察天地幽明 看遍诸天万界 他突然想起 微虚的那只巨眼 心头一突 微虚的那只眼睛 从何而来 乘传的魔神说 传闻他的战力 天下无双 是古老时代 最强大的战神 战仙 他还养着一条神犬 叫做笑天 能吞噬日月 是太古意中 可惜啊 那已经是古老岁月的传闻了 谁都无法验证真伪 不过 仙墓中的这尊仙人 死后悠悠正气 这片火海 时不时发生剧烈的暴动 每每此时 羡慕中 便有不可思议的 未能爆发 将火海深处的暴动 镇压 这么说来 火海深处 镇压有其他东西 让我看看 他来到船边 向火海中看去 此时正值火海爆发 一道火光 冲天而起 巨大火浪 险些将他脑袋烧成灰 胡卓军急忙探手抓住他的后领 把他拽了回来 啊 那个小练技士 胆子怎么那么大 真不知道 你怎么在前线从火下来的 徐映挠头 试探 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我实力高明的缘故 胡卓军催了一口 你什么境界 平日里修炼什么功法 修炼的是什么神通 徐映满怀骄傲 我已经修成元神 平日里修炼太医先天宫 神通嘛 有啥学啥 我学得很快 胡卓军听到他已经修成元神 倒不敢轻视他 太医先天宫 没有听说过 名头倒是很响亮 多半是唬人的 你亮出元神让我看看 徐映迟疑了一下 悄悄把元神中的天道气息压制下来 这才祭出元神 他这些日子深入那些被魔化的疆域 与许多村庄供奉的魔神交流 对魔道也有所了解 魔道造诣渐渐加深 他的元神祭祈 从气息看来 与寻常魔族炼气室的元神 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当他把元神祭起 穿上众多魔族炼气室 哄堂大笑 只见许映的元神只有三寸高 小得可怜 他们一边嘲笑 一边祭起自己的元神 矮的也有十多丈 高大的更有五六十丈 恍若神魔 威风凛凛 许映听到他们的笑声便脸色帐红 无地自容 胡卓军凶神恶煞 狠狠地瞪了那些炼气室一眼 笑什么笑 他是前线的炼气室 为了保护后方百姓浴血厮杀 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他元神弱小 那些魔族炼气室便不敢再嘲笑许映 有几人十分羞愧 上前向许映致歉 许映有些愕然 心想着 这些魔族不对劲啊 他们怎么没有传闻中的魔性 难道是作戏给我看的 胡卓军看向他 你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 你在前线求学 能够练成元神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许映虚心求教 卓军姐姐 我的元神真的很小吗 胡卓军迟疑了一下 练气室的元神 刚修成之时 便于身等高 所谓修神修身 神与身同 方能神神一体 发挥出强大的攻击力 你的元神三寸高 的确是小了那么一丁点 他连忙笑道 小是小了点 又不是不能用 原来元神刚修出来 就与身体等高啊 他的元神不是小了一点 而是小了太多 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难怪那些魔族 练气室会笑出声来 第663集 神官日月 道心问魔 船上的魔族 练气室多数都很友善 有人便要指点许映 如何修炼道法 如何存享道相 那尊驾船的魔神也说道 你在前线机缘比较少 没见过什么世面 这片火海便是大世面 整个火海是个巨大的道相 倘若你能参悟 便可以领悟出不是神通 此言一出 船上的众多魔族 练气室纷纷摇头 圣神 谁能参悟出这片火海道相 阿英 不要听他的 乘船的魔神摇头 我记得 有人炼成了火海异象 他陷入沉思 我曾经见过那种异象 那是无边无际的火海 我乘船行驶在海面上 风浪大作 忽然有火海中 另一片火海 冉冉升起 其外形如同一口红炉 日月在那片火焰红炉之中 这一幕太壮观了 以至于尽管过去了几万年 他还是记忆犹新 胡卓君把许应拉到一边 敲声说 你别听他胡说 这片火海拥有无限细节 你倘若想修成火海道相 肯定修不成 但是你想得到道庙 就得去看细节 比如 你看那边 火焰腾空 化为凤凰翱翔 你仓物这等道相 便是了不起的神童 还有那边 火焰形成火龙道相 他伸手指去 但见这片浩瀚 如同汪洋的火海中 的确有火龙 火凤 火蛇 金屋等各种奇异的景象 很是不凡 甚至 还有日月星辰从火海中飞出 也是了不起的道相 许应鼓足勇气 卓君姐姐 我想学个男的 我想参悟这片火海异象 卓君气呼呼的 听人劝吃饱饭 不听劝 饿死王八蛋 哎呀 我才懒得管你 我花了钱 得趁机赚回本来 他记起原神 观摩这片火海中的道相 其他魔族练 其实也抓住这个机会 纷纷观摩存享 他们这艘船要横渡火海 前往对岸 须得花费三五天时间 因此他们抓紧时间参悟修炼 许应健壮有样学样 也将自己的玲珑 袖珍的元神 记起飞上天空 观摩火海的各种变化 他虽然从第一室的记忆中 寻到八荒炼日炉的记忆 但那只是一段简短的记忆 对于这门神通 他未曾有过深刻的感悟 此时来到这片宇宙旗观前 他自然要抓紧时机 尽情参悟 那尊撑船的魔神 见他元神寄入高空 心中一惊 正要提醒他危险 却见一道火浪 将许应的元神吞没 待火浪过后 许应的袖珍元神 竟然毫发无伤 那尊魔神惊疑不定 越看许应 便越觉得熟悉 只是始终想不起来 何时见过 许应将元神记得越来越高 总揽八荒炼日炉的异象 忽而又飞到大日前方 观察大日导向 他甚至追随着大日和明月 查看星辰表面的地理 又过不久 他的元神降临火海的海面 与凤龙同游 去观察一个个细节 又随着那长达数万里的 火焰腾空 观摩倒向 不知不觉间 他们在火海上行驶了四天时间 前方海岸已经出现 众人各自收回元神 许应也将自己 绣真元神收起 回归十二重楼 此时他的元神 已经来到第二重楼 修为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神丸弃足 虽然小巧 但是很精神 不动用挪祖洞天的情况下 这绣真元神 便是他最强的手段 胡卓君询问 你悟出大神通了 许应有些心虚 啊 我悟出了一点点 你悟出个屁 胡卓君训斥 我跟你说过了 不求大胆求精 你偏偏去悟什么火海 还不是个屁都没悟出来 你若是听我的 参悟小一点的 这几天时间 肯定能悟出一些 厉害神通来 你没有说过 不求大胆求精啊 胡卓君伸出手 凶巴巴地敲他脑壳 一下两下三下 你呀 我是为你好 你还敢挺嘴 到了岸上跟着捷 不要四处乱跑 当心被坏人把你叼了去 许应摸了摸头上的包 心想着 没有人敢打我的头 蓬莱仙主也不敢 要不要把这丫头弄死 好像她没有什么恶意 反而很关心我 她不禁有些为难 这些魔族练气势 看起来像是好人 让她难以下手 终于 船只到岸 众人跳下船 落在岸边 纷纷向那魔神挥手作别 那尊苍老的魔神 也摆了摆手 抓起一些钱币 钱币化开 化作精纯的香火之气 被她吸收入体 她目送许应等人远去 又有新的乘客登船 于是驾船驶入茫茫火海 你们参悟火海一向 不要把岸神挤得太高 岸神腾空离船太远的话 我的船护不住你们 她嘱咐新的船客 谈多嚼不烂 你们观察火焰中的龙凤蛇压 便可以参悟出不犯神通 这些年来 我只见过一次 有人能参悟出 整个火海的意向 她古老的记忆中 不觉又回想起 几万年前的那一幕 霸荒炼日炉 从火海中冉冉升起 火海中日月飞出 炼日炉中也有日月飞出 她想起了一些细节 那时她在海面上 撑着船仰头看去 巨大的炼日炉旁边 漂浮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那身影转过头 向她看来 面目逐渐清晰 那个少年 惊艳了世人 古老的魔神回头 看向徐映离开的方向 心中默默想着 不过 那已经是四万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少年应该死掉了吧 如今有一个 与她模样仿佛的人 再临祖庭 不知道这次 会发生什么事啊 阿英 快点跟上 磨磨蹭蹭的 胡卓君回头 瞪了徐映一眼催促她 咱们许得快点走 这片地带不安全 京城要外道魔头出没 猎杀我们 快点 徐映连忙跟上 姐 外道魔头是什么 胡卓君敲声说 那些家伙 是一些邪修 盘踞在诸天万界 是邪恶天道下的 邪恶练气室 他们背后 有许多魔闲 经常会降临此地 埋伏起来 向过往的练气室 痛下杀手 徐映呆了呆 邪修 她口中的邪修 应该是诸天万界的 练气室吧 等一下 她的脑瓜里 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谁才是魔呀 第六百六十四集 鱼目混珠 突然 前方传来强烈的神通波动 众人顿时紧张起来 胡卓君连忙压低嗓音 金生 又外道邪修 徐映露出惊讶之色 这股波动极为强烈 显然交锋的练气室实力强横 只怕是诸天万界中的高手 出手的有三个人 动用的是仙法 难道是其他世界拥有 仙道传承的练气室 这个传承极为厉害 她刚想到这里 一个魔族练气室立刻加快速度 向那神通波动传来的方向而去 低声说道 你们先走 我去救人 其他几个魔族练气室迟疑了一下 也纷纷的跟了过去 那个外道邪修的实力极强 你们应付不来 等等我们 他们飞速离去 徐映和胡卓君身边只剩下四人 胡卓君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徐映和另外四人 你们沿着这个方向 再走半日 便是真无关 那里可以歇脚 有龟蛇二神将镇守 外道邪修不敢过去 你们在那里等我们 他身形一闪 也跟了过去 胡卓君收敛气息 一路藏匿踪迹 直奔那神通波动而去 突然 他心有缩感 回头看去 便见徐映 鬼鬼祟祟的跟在他的身后 胡卓君吓了一跳 连忙压低嗓音说道 我不是让你去真无关等我吗 徐映跟在他身后解释 我不认识鹿 而且我还欠你钱没还 胡卓君气道 所以让你跟着他们 他们认识鹿 那我还欠你钱 你为了还钱不要命了 胡卓君大怒 他打算亲自送徐映前往真无关 但此地距离真无关很远 有半日的路程 把徐映送过去再回来救人 肯定来不及 胡卓君举起右手 在徐映面前缓缓握紧 小拳头捏得啪啪作响 面色凶狠 你跟着我 不许乱跑 不许出手 待会你只能看着我硬敌 知道吗 徐映争辩 很厉害 动的一声 胡卓君拳头在他脑门上 敲了一下凶巴巴的 有些敌人 不是你在前线遇到的敌人 他们更加厉害 懂吗 徐映心中动怒 他又瞧我的头 没有人敢瞧我的头 不如干掉这小魔女 不过我还欠他的钱 而且他好像是 关心我的安危 才敲我的头 他有些为难 倘若胡卓君穷凶极恶 倒也罢了 关键呢 他还是个善良的魔女 就算是敲自己的头 也不好干掉他 让他觉得很难办 胡卓君小心翼翼前行 唯恐徐映跟丢 时不时的回头看去 却见徐映的举止 比他还要小心 行动无声无息 他心中暗赞 阿应年纪虽小 但这鬼鬼祟祟的本事 却是不弱 坏事一定没有少做 两人快步前行 悄无声息 一座断开的大山山崖上 一个淡青色长山的 青年男子迎风而立 砍向下方的战斗 只见四个魔族炼气室 正在围攻一个粉群少女 那四位魔族炼气室 两男两女 修为极为雄魂 各自炼成元神 肉身强大 动手之时 魔道真元纵横 战斗意志惊人 哪怕伤势很重 也死战不腿 他们的战斗方式 如魔神一般 攻法运转 便现出多头多比 各自施展神通 灵力非常 粉群少女也修成元神 一抵死 反而大战上风 他施展的是仙道法门 神通根本不是这几个 魔族炼气室所能媲美 他的神通可以轻易 破开对方的防御 而对方根本无法破解 他的仙道神通 此地在魔狱很有名啊 叫道企关 原本叫做道企关 说这里 是开启大道智慧的门户 山崖上的青年男子悠悠说道 当年我被仙师 便是破开此关 才打通渗入魔狱之路 仙师们浴血薄煞 铲除异己 终于奠定万世之太平 没想到这些年过去 道消魔掌 魔道又卷土重来 他的不远处 有一个蓝衣少年 目光扫向四周 但见这里呈现天地破灭的景象 到处都算是神魔交斩 留下的痕迹 地面上裂谷遍地 游自有神通的残渣 自裂谷中泛起 迸发出美丽 却危险的颜色 还有像是被斧头劈开的山 可以从裂开的山之间走过 有的山头出现一个前后透亮的大洞 洞穴四壁光滑的很 能容纳几十人并肩行走 远远看去 洞穴中有光芒闪烁 是一些道向的烙印 这是一只剑与射穿山体留下的道路 天空中也有着各种绚丽的霞光 时不时迸发出毁天灭地的波动 但是刚刚爆发便随即连去 极为吓人 吴炳师说 魔族练气士杀不尽 我们火云宗此次联合七大仙门 进入道器官除魔未到 也只是被水车陷 兰一少年望向远处 只有杀到魔狱的老巢 才能将其从根子上铲除魔道 那青年男子吴炳 看似比蓝一少年大不了几岁 但他修为精深 岁月老 而我不老 实际年纪却比蓝一少年大了七八百岁 吴炳笑道 魔狱中也不乏有高手 想要铲除魔狱没有那么容易 我太史大世界真正的高手 都是深入魔狱腹地 与魔神和魔道强者争锋 江福 你要加紧修行 修为到了 你也有深入魔狱的资格 蓝一少年 讲福双眼放光 低头看一下那粉裙少女 云一师姐 速度快点 有人来了 说话之间 与许英同传的那几个魔族链 其实已经冲来 向那粉裙少女云一杀去 云一虽然技高人胆大 但来人修为实力不弱 也都是修成原神的好手 他顿时手忙脚乱 尤其是这八位魔族炼气士 在火海上参悟各种规律道向 施展神通 便见火龙火凤四下飞出 冲击云一 云一连接数招 便被打得节节败退 吴炼说道 蒋福 你去帮云一 蒋福早就跃跃欲试 立刻记起原神 咻的一声从天而降 落在云一身边 在我火云踪面前玩火 只是自焚而已 吃地息 他的道向飞出 化作一面赤火大旗 竟弥漫仙道之威 呼的一声卷曲 将一个摸到炼气士的火龙 收入其中 下一刻 那摩到炼气士 便被赤地骑卷起 连人带元神 一起炼成灰烬 吴炳暗赞 心想着 蒋福的天分 的确比云一高了许多呀 说话之间 蒋福又斩杀一人 对抗其他四位 魔族高手的围攻 云一压力顿减 也斩杀一个对手 就在此时 突然一个少女窜出 手掌翻飞 同时向蒋福云翼 痛下杀手 这女子一群飘飞 如片片青云 白皙的手掌 从飘起青云下穿过 吃了一声 掌风刺穿赤地骑 印在蒋福胸口 蒋福吐血 向后跌去 心中惊恐万分 他破了我的线术 赤地骑 第665集 鱼目混珠 火云宗乃是太史大世界的名门正派 开宗祖师师从赤地 传下许多仙家法门 这个世界背景深厚 不像元首世界 经历过数次大清洗 太史大世界没有经历过大清洗 因此仙家法门都流传下来 蒋福自以为自己施展出仙术神通 这些魔族便无从破解 没想到 跑出来一个魔族少女 居然随随便便 就将她辛苦练成的赤地骑破了 那魔族少女身形旋转 扎着一缕缕头发飞扬起来 迎风便长 跟跟法司如利剑一般 上下翻飞 刺向云翼 云翼飞速后退 那少女的元神 却藏在她的身后 一掌印在云翼后心 云翼吐血 气息萎靡 那少女正是胡卓军 一个照面 便将两位邪修炼气室重创 徐英泽一溜小跑 来到那些魔族炼气室身边 将众人搀扶起来 胡卓军正欲将云翼和蒋福斩杀 忽然心声警觉 运转功法 提起所有真源向后击去 她的元神飞来 高约八十掌 也是一掌向她身后拍去 轰的一声 沉闷的声响传来 吴炳信手挡下这一击 气息微微浮动 不禁惊讶 魔女 你的境界不高 但修为很强 你在魔狱中 一定失出名门 胡卓军连退束步 心中一沉 抹去嘴角血迹 阿英 你带着其他人离开 我来断后 好 徐英爽快答应 立刻向那些侥幸活命的魔族战骑士说道 卓军姐姐断后 咱们先走 那些魔族战骑士怒道 要走你走 我们是与胡师姐共存王 姓许的 你不讲业气 算我们和胡师姐看走眼了 吴炳迈步上前 身后浮现出百丈元神 屹立在虚空之中 你们即便想走 也走不掉了 他的元神一出 顿时仙音阵阵 那仙音充斥着凡夫俗子 所不能领悟之道理 徐英身边几个魔族战骑士 听了顿时道心大乱 体内道向失控 一个个被自身道向反噬吐血 吴炳身后元神 一直点来 尽显风轻云淡 但这一指 却蕴藏仙家道法的奥妙 纸端四周漂浮着一个个仙道符文 我是非生其境界 若是动用权力 还要被魔道高手耻笑 你们若是能接下我一指 我任由你们离去 他这一指点出 看似简单 但落在胡卓君的眼中 却玄妙无比 纸端每一动一点 都蕴藏着不计其数的变化 让自己根本无从躲避 无从抵挡 他大喝一声 鼓荡一切法力 元神与肉身行动如一 尽自己所有力量 聚集于指端 迎上吴炳这一指 就在此时 许映身边众人纷纷抱贺 记起各自元神 同时施展出一指 迎上吴炳的那一击 许映也大喝一声 记起自己的三寸元神 加入其中 吴炳瞥见这秀真元神 冷笑了一声 哼 赖语冲数 众人气息惨烈 众志成成 他们深知 飞升期练气室的一指 是何等可怕 根本不是他们这些 修成元神的 重楼期练气室 所能媲美的 这一指 他们必死无疑 然而就在双方 指端对指端的一刹那 吴炳突然脸色大变 毅力在虚空中的 百丈元神 也是脸色巨变 他的指端 啪啪炸开 恐怖的力量碾压而来 直接将他右手 和元神右手 炸成飞灰 他呼的一声 身不由己 倒飞而去 轰隆一声 撞在先前所立的 那座断山的牙壁上 随即 胡卓军等人的直立 在他体内 纷纷爆开 尽管胡卓军等人的 修为实力并不太强 但毕竟是一种神通 吴炳抖弱筛康 身上被炸出 十几个血洞 胡卓军也浑然没有 料到他们 众志成成 居然会有 意想不到的战果 竟能将 飞升旗高手中创 不禁又惊又喜 连忙转身 交合 快走 众人拥着他 抱起几个伤员 匆匆离去 云翼和蒋夫二人 正要追杀他们 吴炳急忙抬手 颤声说 不要吹 两人不解其意 吴炳浑身颤抖 勉强从山崖上 把自己抠下来 忍着伤痛 他们之中 隐藏了一个大高手 其元神的力量 极为可怕 竟然将我的力量 这样 我怀疑 小天尊的弟子 楚天都 就藏匿他们之中 云翼和蒋夫 脸色断变 摩誉小天尊 威名赫赫 深不可测 即便是仙神 对他也极为忌惮 小天尊弟子 楚天都 更是摩誉年轻一辈 最耀眼的星辰之一 曾经屡次 截杀诸天万界的 年轻才俊 杀出了 不是威名 太史 原始 剑武 永康 龙兴等大世界的 年轻高手 曾经结伴深入魔域 试图猎杀楚天都 楚天都在重重包围下 非但没死 反而连伤数人 让他威名更胜从前 吴炳怀疑 楚天都便隐藏在 刚才那些人中 利用自己的轻敌 让自己吃个大亏 江夫 你发出信号 告诉其他七大仙们 小天尊的弟子楚天都 出现在这盗器官 江夫文言 立刻催动神通 但见他法力涌出 画出一道红桥 挂在天空中 万里可见 红桥上的 道向烙印排列次序 可以传达不同的消息 这是道器官的长河边 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仰起头望向那座红桥 球然虎目 突然露出喜色 楚天都 你居然敢踏出腹地 出现的道器官 好 不枉我审败 预许你这么久 道器官各地 也有人纷纷仰起头 看到这道红桥 一个个露出惊讶之色 哇 小田尊弟子楚天都 出现在道器官 这是大事 快通知长命公子 楚天都乌龟出窍这个消息 一定要通知李平生 他对白于楚天都那一战 一直耿耿于怀 道器官 真武官内 一个紫衣少年 坐在真武大殿的屋脊上 仰起头 满脸疑惑地 看向空中的红桥 他虽是魔族练气室 却懂得火云宗的 道向烙印的秘密 辨识出 红桥上的讯息 差异道 我来到道器官 这么快便被人发现了 不过 这红桥上指的位置 好像不对啊 他居然说我在那边 他望向远处 那里魔族少女 胡卓军率重极刑 徐映伪装魔族 蒙混其中 第六百六十六集 与人为善 下不为力 道器官有一片古老的地方 是启迪大道智慧之地 传闻 在古老时代 这里的天地大道 还没有被邪恶天道 和邪恶仙人所摧毁时 到了道器之地 便可以参悟出 天地大道的玄妙 胡卓军指向远处的 一片光秃秃的山林 就在那里 不过咱们要去的地方 是真武冠 道器之地 不在同一条路上 而且那里 已经成为废墟 没什么好看的 徐映没有来过这里 翘首张望 那片光秃秃的山林中 像是有一座道观 只是已经荒废 突然 通往真武冠的路上 传来法宝爆发时的 剧烈微能波动 这股波动四面八方涌去 众人正要躲避 胡卓军面色苍白 连忙说道 不能躲 来不及去真武冠了 大家随我来 去盗器之地 说不定还能活下来 众人不明其异 不过胡卓军这丫头 往前狂奔 他们也只得跟着向前狂奔 那法宝的余波冲击而过 众人纷纷记起原神硬扛 带到抵挡住这一波冲击 只见那法宝冲击波 扫过一座山栏 胡卓军脸色巨变 大声说道 跑 不要命的跑 跑到盗器之地 别含有活路 那座山栏上 石块突然缩缩脱落 山体内部传来 当当的响动 震动游慢变快 越来越急 徐英匆匆看去 只见那座山体上的石头很快 脱落了大半 有明亮的光芒 自内部透射出来 像是仙家道文 仙道福文 那座山 是一件法宝 徐英顿时醒悟 那座遭到冲击的山 竟是一件掀起 一座青铜山 山体内部的光芒 越来越明亮 山体表面的岩石不再脱落 而是被震碎 整个青铜山显现出来 山高千百丈 山体上居然有各种奇异纹理 长满了金牛 四龙首尾相连 环绕青铜山 顶端的山峰是一个圆环 这是一口铜箔 巨大的仙家法宝 不知何故被遗弃在此 怎么没有人捡走这件仙家法宝 徐英回头张望 眼睛有些发直 仙家宝物 他至今也没有见过几件 没想到竟有仙家重宝 在此地石化成山 那青铜箔因为另一件 法宝的未能冲击而被唤醒 渐渐的未能绽放 缓缓离地越来越高 突然那青铜箔震响 发出五音十二律 振振先音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比刚才那个阶段 他们前往真武观道路的法宝威力更强 虎卓军等人被那仙音冲击 体内的魔道多日时散乱失控 浑浑噩噩 徐英运转法力将众人拖起 奋力向盗起之地冲去 那青铜箔的五音十二律冲击四面八方 但见这片盗器官山山河河 有的山体表面崩塌 显露出藏在山下的仙气真容 有的河面翻滚 古老的法宝从里面升腾而起 散发出致命的仙光 不过多时各种被掩埋在此的仙气 纷纷被触发危能 各自爆发惊天动地的危能 冲击四面八方 这仙气盗器官更多的连锁反应 更多的仙气复苏 威力爆发 从这些仙气中散发出的仙道 顿时扭曲此地天地大道 形成一片片大道诡异空间 无论是诸天万界的炼气室 还是魔域炼气室 但凡塔族其中 都会被扰乱自身倒向 往往死得无比凄惨 能够进入此地的诸天万界的炼气室 都是名门大派中的精英 往往修炼仙法 对仙道有抵抗之力 但魔域炼气室对此一窍不通 往往会因此而死 这就是胡卓军口中的危险 胡卓军等人已经口吐鲜血 性命垂危 徐英带着他们风驰电车 奔向道气之地 距离那座破旧的道观越来越近 前方道观再望 远远看去 这座破旧道观像是有一种奇异的力量 将一件件掀起散发出的仙道光辉 阻挡在道观之外 突然只听一个声音哈哈大笑 在道气室内传荡开来 哈哈哈哈哈哈 楚天都 你一直窝在魔域中不敢出来 我以为你要做一辈子的缩头乌龟 没想到啊 你居然敢来到道气室 徐英终于来到道观前 不由分说 带着胡卓军等人冲了进去 只听那个声音越来越近 楚天都 这个见面你如何 徐英一震 那个声音正是向道气之地奔来 这个高手在我们前方催动法宝 目的就是引动镇压道气官的仙器 将楚天都逼到这座破酒道观 徐英飞速在道观游走一周 只见道观早就荒废 除了他们之外 没有其他人 楚天都在哪 他心中纳闷 他顾不得多想 观察胡卓军等人的伤势 只见到了道观中 仙道对他们的侵扰便消失了 但是刚才那短短片刻 仙道的诡异 便已经对他们造成很大的破坏 导致他们悉数重伤 无一苏醒 徐英仔细查看 只见造成众人昏迷不醒的原因 是仙道的奥妙高深 扰乱了他们的神识 他们只要恢复神识 便可以醒来 他稍稍放心 他打量四周 心中有些好奇 道气之地不是已经毁了吗 为何还能抵挡 这么多仙气的仙道属亲 既然道气之地没有被毁 那么此地是否能助我开启魔狱的天地大道之门户啊 那个声音飞速接近 一句尚未说完 便来到破旧道观外 其人声音从道观外传来 镇压封印 我只需要在关键的节点 催动我的法宝 便可以将整个道气官 一千三百件仙家重宝击发 徐英心想 刚才我们前路上爆发威力的法宝是他的 这件法宝威力不错 可见此人的确本是高明 诸天万界中强大的炼骑士不在少数 我还总担心因为无法飞升的缘故 会让炼骑士衰落 没想到 其他世界的炼骑士 还在进步之中 他心中很是开心 虽说他进入魔狱后 觉得魔族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 但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魔族炼骑士 内心中 他还是诸天万界的一员 还是掌控天道的徐英 见到其他世界的炼骑一脉 没有遭到如元寿世界那般的摧残 他也会为这些世界的炼骑士 感到开心 第667集 与人为善 下步为力 破旧道观外的那人迈开脚步 向道观中走来 楚天多 经此一世 你可以看到我的智谋 也可以看到我的实力 你仓皇逃窜 我却从容传过 仙家重宝的仙道光辉 如入无人之境 从这一点 你也可以看到我的悟性 徐英向道观门户看去 只见一位身躯魁梧高大的青年男子走来 其人身高丈瑜 求然虎目 身着青灰色干练 短衫 黑色长裤 没有多余纹饰 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饰品 徐英向那青年男子抱一微笑 尽量让自己显得和睦友善 那求然青年目光火热 死死地盯着徐英 我的这番表现 能否作为你楚天都的对手 徐英愕然 顿知他误会了 这位兄台 我不是楚天都 你认错人了 那求然青年哈哈大笑 朗生说道 哈哈哈哈 紫衣魔侯楚天都 你摘下面具换一身衣裳 便以为 没有人能认出你了 徐英错愕万分 那求然青年冷笑 哼 你是小天尊的弟子 魔狱之中 年轻一辈 最强大的存在 将来一身紫衣头戴面具 不可以真面目是人 但谁又能想到 真正的紫衣魔侯楚天都 竟是一个乳秀未甘的少年 徐英辩解 我真不是紫衣魔侯 兄台 我想这里面 是否有什么误会 在下沈白玉 出身自太史大世界 师从 换见谷主高玄宗 楚天都 请 沈道友 你真的认错人了 求然青年 沈白玉面色一尘 目露凶光 在下刚才的法宝 智谋 永利和悟性 是不是精彩绝艳 你若是不应战的话 他目光落在倒地 不省的胡卓君等人身上 他们 会死在你的前头 我杀掉他们之后 自有手段逼你动手 徐英扬了扬眉 黑烧面色和善 你真想领教我的神通 沈白玉露出笑容 抬手 能够战胜紫衣魔侯 我便可以名扬 诸天万界 请 徐英向道观外走去 去外面 不要惊扰到我的朋友 他来到庙外 默默的叹了口气 这个人脑筋不好 把我误认为楚天都 他若是不用胡卓君 他们性命来威胁我 我还真不想出手 沈白玉来到徐英对面 身后百丈元神浮显 气息越来越强 他们四周 一件件巨大的仙气 悬浮于空中 这些仙气的威力威能 在渐渐的降低 小天尊收服道气官 在每一个仙气上 都留下了封禁封印 刚才这些仙气 遭到冲击 这才自发苏醒抵抗 现如今 仙气上的封印封禁 在渐渐发挥作用 压制住仙气 沈白玉长笑一声 元神无法飘扬 突然间方圆数百里 浮现出无数道剑气 煞事间形成剑气汪洋 沈白玉元神预剑 腾空而起 无数剑气与元神相合 形成洪流 呼啸向徐英冲去 这一刻 徐英甚至能感受到剑道的低名 沈白玉的元神预剑道 绝对是他前所紧剑 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徐英抬手 无边火光断气 道观中 胡卓君浑浑噩噩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脑海中仿佛有无数个声音呐喊 他挣扎起身 摇摇晃晃 从道观的门缝中 他隐约中看到一个少年的身影 那少年面前 无比明亮的火光 冉冉升起 大日拖着群星 从火海中飞出 那片火海 展现出无穷的细节 火浪的翻涌 火凤的翱响 火龙的穿索 火树生长 红亮的道音传来 胡卓君天旋地转 栽倒下去心想着 门外的人是谁 有些熟悉 真无观中 紫衣魔侯楚天都 望向道气观 一千三百仙气 威能绽放的情形 不禁赞道 楚天万界的邪修 为了逼我献身 真是手段无所不用 此人倒也聪明 是我的劲敌 真无观距离 仙气威力爆发的核心很远 那些仙气的威能 冲击到真无观 便见龟蛇二神 将气息全开 形成魔道道场 将真无观护住 守护一方平安 待到这一波冲击过后 楚天都便 立刻起身 准备赴约 会一会沈白玉 就在此时 只见道气之地方位 突然方圆数百里 形成剑气的汪洋 好厉害的剑道 楚天都心中一惊 随即战役高昂 立刻取出面具戴在脸上 他因为相貌俊美 没有威慑力 所以要戴一个丑陋的面具 楚天都正要动身 身躯突然僵住 呆呆地看向 剑气汪洋的中心 那里 无量火海 承载着日月 正自冉冉升起 火光熊熊 仿佛整个无量火海 化作了吞纳霸荒 容纳日月的红炉 红炉明亮无比 像是万千颗太阳的高度 让人难以睁开眼睛 无数剑气形成的洪流呼啸而起 羞羞作响 扎入那霸荒 脸是炉中 却仿佛泥牛入海 杳无声息 盗起之地传来恐怖无比的震荡 震荡波先是掀起一圈火浪 火浪高度约有一里 圆环状向外扩散 随即外围生成飓风 烽火席卷四面八方 冲击而去 楚天都站在真武关门外 呆若目击 八皇炼日炉 四万多年来 从未有人能完整参悟出的神通 重现世间了 魔雨边垂 无量火海 撑传的老年魔神被亮光惊动 停下摇鲁抬头望去 一个冉冉升起的八皇炼日炉 映入他的眼帘 老年魔神正然低声说道 似真似患 还是那人真的已经归来 盗起之地的盗灌前 举应飘荡的衣媚缓缓平息 他的面前几乎是一片岩浆火海 而沈白玉却已经不见踪影 距离此地百里之外 那座如山般庞大的青铜镑上 沈白玉的原神大字形贴在青铜镑上 沈白玉的肉身则死死的压在原神上 他瞪大眼睛 眼睛中写满了恐惧 他的气息还在激荡 身上破破烂烂遍体鳞伤 有的伤口还在着火 火已经烧到骨髓 烤得身上的肉滋滋作响 他的身后六座洞天旋转 正是挪尸的洞天 突然 尼丸涌泉玉京降攻四大洞天 从他体内脱落 四下旋转飞去 栽入山林 沈白玉口中吐血 望向百里之外盗灌门前的那个少年 眼中的恐惧未散 他一口鲜血喷出 栽倒下来 徐映收回手掌 转过身来 走入破旧道观 心想着 毕竟大家都是正道 还是要给正道一个面子 不能他惹我 我就毙了他 他转身关上门 我毕竟也是正道中人 又是修天道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不能像那些仗玉天神一样 不留点生机 下次他若再惹我 那就干掉他好了 他来到道观的大殿 这时才注意到 左右的柱子上 有一副对联 展太极图 不外九宫与八卦 诗大法力 能叫一气化三清 好大的口气 这魔道中人 牛皮锤得一个比一个震天 徐映抬头望去 只见匾额上写着 青阳宫三清殿的字样 三清殿内早就空无一物 古老时代 仙神讨伐魔狱 攻克此地 将这里的一切摧毁 徐映走入这座宝殿 游览一周 殿内只剩下了瓦砾 头顶漏光 抬头看去 连垫顶都被掀开半边 原本应该有神像的地方 也没有了神像的踪迹 这里应该有三尊神像 想来是对应三清 不知道三清 指的是哪三尊魔神 又或是三种魔道 徐映查看一番 没有任何有用的发现 出去查看胡卓军等人 只见他们还在昏睡不醒 他耐心等待 这里明明就是一个 普通的道观 为何叫做道企之地 想来这里 还没有被毁的时候 三大魔神的雕像 便立在这里 吸收魔狱的香火 一定有很多 老魔头来此参拜 想一想 群魔来拜三大魔神的景象 倒也壮观 徐映回到三清殿 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索性在殿内坐下 既然叫做道企之地 必有独特之处 我来魔狱是参悟魔道的 既然看不出什么 那就感应试试看 说不定会有收获 他坐的地方 恰恰是其中一尊神像的 所立之地 不过那尊神像 已经被人推倒 砸碎 不复存在 徐映静心端坐 说来奇怪 坐在这里 他对天地自然的感应 也敏锐了许多 心境像是更加贴近大道 难怪叫道企之地 不过仅凭这一点 就成为魔狱的圣地 有些说不过去 徐映散发神石 尝试着与魔狱的天地 大道交感 他的神石刚刚铺开 突然当的一声大响 随即五音十二绿的 道音响起 一口巨大的青铜箔 出现在他的神石之海中 镇压他的神石 徐映又惊又怒 是从前的仙神留下的仙气 为何会在我仓入天地大道时 出现在我的石海 他刚想到这里 突然第二个仙气出现 是一口仙鼎 比那青铜箔丝毫不小 鲜微弥漫 他的神石之海剧烈震荡 神石如同烟尘 伴随着烟尘的晃动 一个又一个仙气纷纷出现 仙道之危散发开来 将他的神石镇压的服服帖帖 动弹不得 道气馆 总共有一千三百届仙气 藏匿于山林之间 或化作高山 或藏匿于水 引去行迹 徐映动用神石去感悟 道气之地的天地大道 一千三百仙气 原本便是仙神留下 镇压天地的 因此 他的神石铺开 便连他一起镇压 徐映惊怒万分 神石转动艰难 混账 这是混账 这些仙气不讲究 连我事与他们一伙的都看不出来 这时 外面远远传来一声长笑 楚天多 还记得我李平生吗 自摩狱参道台之战西拜 李某痛定思痛 精修师门心法 五绝灵天弓 终于有所成就 今日再来领教 领教你哪那个腿啊 徐映差点破口大骂 现在他的神石被一千三百仙气镇压 根本动弹不得 也收不回来 这个李平生若是杀过来 自己岂不是要呜呼哀哉 等一下 我又不是楚天都 我怕什么呀 但是那些魂球 偏偏说我是楚天都 徐映气得手抖 但抖没有用 他运转心神 思索该如何破解这个局势 李平生距离此地上远 赶到这里需要时间 只要在这段时间内 摆脱一千三百仙气的镇压 他便还有机会 他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救 这些混账仙气 平白镇压我 没有留意到我修的是诸天万戒的天道吗 徐映率先感应那个青铜箔 试图寻找青铜箔的破绽 不料他刚刚稳住心境 便立刻发现青铜箔的问题 青铜箔上的仙道符文很多 极为繁复 想要在短短时间内 参悟这些仙道符文的奥秘 然后破解其中蕴藏的仙道 几乎不可能绊倒 但是 这青铜箔上却有几个 是他熟悉的仙道符文 绫鱼又语 徐映的目光落在这几个仙道符文上 这几个符文他再熟悉不过 是封印镇压他的仙道符文 只是青铜箔上的绫鱼又语四字 比镇压封印他的镇摩符文 要简单一些 有些缺漏 他向其他仙器看去 只见其他仙器的仙道符文中 也夹杂着凌鱼又语四字 这四个封印类的仙道符文 藏在仙器自身的符文之中 并不醒目 而且 这些仙器上的四字封印 也与青铜箔上的一般 都有着同样的缺漏之处 这说明 书写这四个仙道符文的人 是同一人 倘若是一两件用来封印镇压的法宝 上面有这四个字还说得过去 但所有仙器上面都有这四个字 那就说不过去了 徐印灵光一闪 突然记起刚才那个 求然男子沈白玉的话 沈白玉说楚天都的师父小天尊 将盗器之地的一千三百仙器封印镇压 还说小天尊无法真正的将这些仙器封印住 这么说来 这些仙器上的铃鱼又语四字 便是小天尊所写 他目光闪动 立刻想到关键之处 小天尊崛起 为了振兴魔语 收复尸地 所以来到盗器之地 将古老时代的仙神留下来 镇压天地的仙器封印镇压 企图让盗器之地复苏 然而小天尊的造诣不够 写出的灵鱼又语四字威力不够 将一千三百仙器封印的不够彻底 导致这些仙器 还是镇压盗器官的天地大盗 沈白玉激发一众仙器 就是利用小天尊镇压不够彻底的漏洞 小天尊的确是天尊器材 居然连仙道封印都懂得 只是没有全懂 徐映赞叹心想着 但我懂啊 他艰难的运转一点神石 神石努力的蠕动 缓缓来到青铜箔上的 灵鱼又语四字旁边 一点一点的补上 这四个字缺失的部分 他被镇压了四万多年 虽然依旧未能破解镇膜符文 但是现在他需要的不是破解 而是赵超 他只需要把镇压自己的镇膜符文 赵超一遍 补上灵鱼又语的残缺即可 李平神哈哈大笑 距离这边越来越近 朗生说道 连我的挑战你都不敢硬答 看来你这段时间没有长进啊 徐映冲耳不闻 距禁会神 终于将青铜箔上的四字补全 这四字刚刚补全 镇压在他石海中的青铜箔 便突然间消失 此时 李平神刚好来到青铜箔附近 着剑仙气的威力越来越内敛 应该是被小天尊的封印镇压 渐渐陷入昏水之中 他缓缓向下落去 下落的速度不快 沈白玉还在青铜脖下 盘膝而坐 努力镇压身上的道伤 身上还有火苗 烤得身上流油 沈道友 你快熟了 李平生打趣道 沈白玉哼了一声 眼睛未曾张凯依旧闭着 你的修为实力进步 楚天都也在进步 李平生啊 你未必是楚天都的对手 李平生冷笑 沈兄 你是楚天都的手下败将 但不代表着我会步你后尘 他牧师远处的破败道观 刚才 楚天都竟然施展了魔狱的不适神通 八荒炼日炉 这反倒激起了我的战意 倘若这些年 楚天都都没有一点长进 才叫我失望 沈白玉哈哈大笑 笑着笑着又咳嗽起来气喘吁吁 楚天都就在那座道观中 紫衣魔狗 真是面目 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你 你去送死吧 李平生惊讶 紫衣魔狗 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他话音刚落 突然青铜箔 从天而降 动得一声巨响 将沈白玉压在脖下 李平生惊呼急忙冲上前去 沈兄 沈兄 你怎么样 这座青铜山下传来 沈白玉嗡声嗡气的声音 我没事 就是腰断了 让我挖个坑 不能爬出来 李平生见他被青铜箔 压得身体折叠在一起 屁股露在外面 于是取出一面铜颈 冲他照了照 这铜镜名叫刘颖镜 可以将景色照入镜中 留下影像和声音 李平生照过之后 心满意足 把刘颖镜收起 继续向破旧道观走去 动得一声 又是一座山巒般大小的仙气 从天而降 坠落在地 砸得地面一阵抖动 李平生惊讶 向那仙气坠落的地方看去 这时又是咚的一声 他的右侧也传来 重气坠地的声音 他还未看清是哪个仙气 突然又是咚的一声 又是一件仙气 从天而降 砸在地上 随即空中又有一件仙气 失去了所有威力 向下落去 这时还未着地 破旧道观中 许应越捕越快 终于将一千三百仙气中的 灵鱼又语四字补全 神识摆脱镇压 这才输了口气 这是 李平生惊讶 随即看到天空中 一件件浮空的仙气 摇摇晃晃 稳不住形体 纷纷从天空中栽落下来 一千三百仙气 竟然到位飞速降低 变得如同繁铁一般 没有了任何威力 雨点般从空中落下 这些仙气的表面 仙道符文明灭不定 但是很快便相继熄灭 只剩下四个明亮的符文 这一幕 让李平生这等 见过大世面的高手 也惊疑不定 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 一千三百仙气 为何会一下子威力尽失 他目光闪动 低声说道 我听诗文中的前辈说 这些仙气 好像是古老时代 仙神用来镇压 道气官的天地大道的 倘若这些仙气 威力尽失的话 那岂不是说 他猛地打了个冷战 目光中难掩惊恐 抬头望向四周 此时 楚天都 也在动身赶往 道气之地的破旧道观 那一件件掀起 威力尽失 从天而讲 将他也吓了一跳 邪恶天神用来镇压 天地大道的法宝失效了 他心头砰砰乱跳 唇干舌燥 难道是师尊的封印成功了 这些法宝失效的话 岂不是说这里的天地大道要复苏了 他激动的身子发抖 作为小天尊的弟子 他之所以一直在魔狱的腹地撕混 战胜了许多深入魔狱腹地的外道强者 但他始终不敢走出腹地 因为他知道 到了盗起之地 天地大道被镇压 自己的实力也会大不如从前 但是现在镇压此地天地大道的仙气失效 也就意味着天地大道的复苏 臣记得天地大道复苏 这是我们的晕倒回来了吗 他向四周望去 但见盗器官突然天降霞光 地涌金泉 草木青壳间变得匆匆郁郁 直栏遍地 天地元气在短短片刻便便的充沛洋溢 天空中突然有长红滑果 在空中留下红影一道 七彩绚烂 天空中还有雷云形成 春雷在震荡 很快稀里里的下起雨来 那雨水不是反水 而是充斥着天地元气 浸润着万物 滋润这片天地 楚天都呆呆出神 就在这短短片刻 盗器官变像是从死亡中活过来一般 让灰蒙蒙的天地再度有了斑斓颜色 西雨之中 楚天都跪在地上 亲吻湿漉漉的土地 感动得落泪 圣地正在恢复其本来面目 破旧道观中 徐英越捕越快 终于将一千三百仙气中的 灵鱼又鱼四字不全 神识摆脱镇压 这才输了口气 他的神识与这片天地相连 在摆脱镇压的那一刻 突然这片天地仿佛变成了他的身躯 复苏的大道在与他共鸣 与他的魂灵 与他的元神一起欢舞 徐英只觉各种道法的感悟 分之塌来 他从未想到过 入道悟道 竟是如此简单 如此轻易 他每时每刻 都有着无尽的对道的感悟 仿佛他在此刻变得与天地大道无比亲和 他的元神中 魔道造诣在突飞猛进水涨船高 修为提升神速 徐英沉浸在一片浩荡的道音之中 飘飘欲先 这时只听道音中传来一个沧桑的声音 太极叛逸乾坤 乾为父 坤为母 照造乾坤祖节 又一个充满道运的声音传来 两仪分为阴阳 阳属天 阴属地 胚胎天地元神 徐英望去 便见两个容貌轻瘦绝硕的道人走来 白衣轻衣 道鼓先锋 那两位道人向他见礼 忽然又听一个道语仙音般的声音响起 先天地声 宿阁中万古登船 几本无极 围道法祖 养云记舞台顶持 旋之又旋 第三位道人走来 忽然三人化作一人向徐英笑道 妥卸道友相助 道友助我脱困 特以一气化三清相守 那人一直点在徐英眉心 疏忽间便消失无踪 徐英失海恢复平静 收敛神识 从入定中醒来 心中惊疑不定 刚才那三个道人是谁 什么天地元神 什么基本无极 还有什么道祖法祖 吹得好大牛皮啊 魔狱的人都喜欢这么吹的吗 这时 道观外传来李平生的声音 紫衣魔侯楚天都 你平生劲敌李平生在此 你是出来呢 还是我杀进去 第六百七十集 真假楚天都 紫衣魔侯楚天都 从空中急驰而过 留下一道紫色身影 直奔盗起之地而去 李平生上次败在我手 他的修为极为强横 只是在神托上稍弱一些 我能胜他也是不易 他此次再度向我挑战 一定是补全了自己弱点 可是 他眼中紫气阴晕 妄想破败道观 我在这里呀 道观里的不是我 李平生既然来了 那么我这个紫衣魔侯 便不得不出去会议会他 许英叹了口气 向道观外走去 突然他微微一正 脑海中多出许多讯息 其中一段讯息便是 一气化三清的修炼法门 想来就是刚才 那个古怪的道人 在指点他额头时 传授给他的 他适才入道 神识与道器官的 天地大道连为一体 有一种道计是我的感觉 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极为微妙 许英先前没有觉得 在自己的实海中 遇到那个古怪道人 有什么不对 此刻想起来 便觉得有些问题 我是在入道的过程中 道计是我的状态下 那个怪道人 是如何进入我的实海的 这是最古怪的地方 与他的神识相连的 是道器官附近的 天地大道 也就是魔道 那怪道人居然能 以一化三 以气化三清 以道的形态 与他神识相连 只有这样 才能在许英入道的状态下 传授他一气化三清 真是古怪 难道这道人 是道器之底的天道 还是其他什么 许英一边向外走 一边揣摩那道人 所传的一气化三清 这门功法 首先要练先天遗气 许英细细揣摩 这先天遗气 与自己的太一元气 好像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楚天都 许英走出道观 便被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 吓了一跳 只见一个白衣青年 俊朗风流 站在道观外 兴奋地看着自己 跃跃欲试 想来就是李平生 你这么大声做什么呀 许英没好气地说道 那白衣青年 李平生哈哈笑道 没想到威名赫赫的紫衣魔侯 竟是个乳秀未干的少年 徐英试探 我若是说我不是楚天都 你一定不信对不对 楚天都 你我交过手 你的白变魔功 本来便善于变化 你休想变换气息来骗我 沈白玉师兄已经验证了你的身份 楚天都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是好奇 还望你能为我解惑 你从前戴着面具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不会是为了掩饰你脸黑吧 徐英恼羞成怒 语气硬邦邦的 李平生 我正在修炼一门魔供 你稍后片刻 待我练好之后 再来收拾你 李平生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紫衣魔侯 也有怕我的时候 需要临阵磨枪 好 我等你片刻 只等片刻 他取出一炷箱 插在旁边树木的树皮上 待这炷箱稍晚 我便出手 徐英细细揣摩仪器画三青 很快 便将这门功法参悟透彻 心中惊讶 这门魔供 竟是战斗法门 算是很了不起的样子 他嘖嘖称奇 他原本以为那古怪道人 传授自己 仪器画三青的魔供 定然是魔气森森 运转之时 有大恐怖 坏人道心 画人道行 污浊不堪 但仪器画三青魔供 却是堂堂正正的战斗法门 持此功法 须得先炼阴阳二气为先天一气 先天一气修成 催动魔供便可以一气画三青 所谓三青 按照古怪道人传给自己的经文 应该指的是先天一气化生的三气 第一种气是玉清之气 第二种气是上青之气 第三种气是太青之气 将三气炼成天地元神 化作三大天尊 第一种是玉清原始天尊 第二种是上青灵宝天尊 第三种是太青道德天尊 这便是一气画三青 三青其实是三气所画的 三大天地元神 魔道中人真会取名字 许应按赞心想着 这三大天地元神 真正的名头应该是玉清原始天魔 上青灵宝摩尊 太青道德老魔 如此一来就说得过去了 他前运心神 太一元气按照一气画三青运转 便见头顶生起三道奇异的真气 分青白黄三色 他心中暗想着 这魔功没有半点魔气 必然是顶级魔功 只有顶级魔功才能做到如此反不归真的效果 这时 李平生的声音传来 时间到 该动手了 初天多 为了你 我练就了五绝灵天弓 许应张开眼睛 便见李平生天弓运转 鲜光冲销 化作五色之气 武器如同五道彩灵 皆是由仙道符文组成 那武器轻轻一抽 空间便被打得震荡不休 可见威力 许应露出赞许之色 李平生的本事的确不坏 不知道他有没有修炼过挪法 沈白与他交锋时 刚一步敌 便立刻催动人体六觅 形成六座洞天 方方面面都得到惊人提升 不过那时 他出手稍晚了那么一瞬 直接被许应的八荒炼日炉神通击败 李平生气息疯狂提升 身后六道明亮的洞天浮显 他见到沈白玉落败的惨状 因此直接动用人体六觅 让自己以巅峰的姿态迎战紫衣魔侯 许应见此一幕 看来挪法的确在诸天万界流传开来了 昆仑神山是诸天万界的昆仑 元寿世界的炼气势 能得到昆仑的挪法 其他世界的炼气势 自然也能得到 更何况 六位挪祖巴不得把挪法传出去 好收割更多的仙药 李平生气息提升到极致 漂浮在天空中 居高临下宛如一尊先王 突然 仙道之音大作 五道彩灵向徐应扫来 李平生露出兴奋之色 此一魔侯 我想领教一下 你新参悟出的八荒炼日炉 好 我成全你 李平生听到这个声音 脸色断变 急忙转头看去 只见徐应不知何时 出现在自己左边 手中火光崩险 恐怖的火力爆发 一尊席卷 八荒吞并日月的红炉 向他袭来 楚天都不是在下面的倒灌前吗 难道他的速度这么快 李平生变招 却也快得不可思议 立刻调整五道仙灵 仙灵回卷 准备迎上八荒炼日炉 我虽然变了半招 但我先出手 实际拿捏的恰到好处 什么 他脸色巨变 瞥见自己右侧也有一个 相距不过数百丈 也在施展八荒炼日炉 滔天火力 分化一切 向他压来 我左右开弓也不是不可以 李平生咬牙 五道仙灵 二左三右 迎上两大八荒炼日炉 我的五绝灵天功的功力 本来便远胜其他功法 这可是我五绝宗的祖师 五绝先王的传世仙法呀 他愤生长啸 鼓荡修为 迎上左右两座八荒炼日炉 这时 他背后传来无比明亮的光芒 李平生匆忙之中回头看去 面色苍白 只见距离他约有几百丈远近的地方 第四个徐印站在那里 八荒炼日炉无比耀眼 正自向他飞来 楚天都那贱人 原来是四胞胎兄弟 李平生闷哼 立刻收回五道仙灵 全力回房心想着 他娘的魔道众人 真是阴险 轰的一声 三座八荒炼日炉将他淹没 不管他什么五绝灵天宫 也不管他什么五道仙灵 通通不堪一击 李平生眼冒金星天玄地转 待到醒来时 只见自己已经飞出数百里外 跌坐在青铜帛下 他一息记得 沈白玉便在附近 李兄 你醒了 他听到沈白玉的声音 迷茫的张开眼睛 果然看到沈白玉的面孔 沈白玉面带笑容 手中拿着一面流影镜 正对着他 不知道在照些什么 李平生艰难地抬起手 摸了摸自己的头 顿时疼得呲牙咧嘴 他头上肿了个大包 大的和脑袋差不多 沈白玉笑咪咪的 李兄再摸摸另一边 李平生摸了摸右侧 也有一个脑袋大小的肉包 李兄再摸摸后面 李平生向后脑勺摸去 摸到另一个脑袋大小的包 他一颗脑袋上顶着三颗脑袋 像是病变的蘑菇伞上 长出了三颗蘑菇 李兄啊 我已经照入镜中了 沈白玉哈哈大笑 一蹶一拐地跑向远处 唯恐他追来 我将把这一幕 传到诸天万界的修士手中 让他们看看 五角宗最耀眼的明星李平生 一个头三个大 李平生起身欲追 却头晕眼花 栽倒在地 他受了重伤 只捐脑袋也远比 从前沉了许多 来啊 互相伤害啊 李平生追不上他 咬牙切齿 你以为我便没有你的黑料 你被青铜负押在山下 只有屁股漏在外面 这段流影传出去 要你换剑骨蒙修五千年 这时他突然留意到 一道紫色身影从一旁走过 急忙回头看去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影 难道我看错了 李平生心中疑惑 这个身影为何有些熟悉 道观前 许英收回三清元神 三清元神化作三道青旗飞来 来到他天灵盖儿处便化作太一元气 落入他的体内 来到魔语之后 我大概变得慈眉善目了 居然没有杀掉李平生 他叹了口气 神色有些忧郁 若是换作从前 李平生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他刚才小事牛刀 本可以请客间便将李平生炼成灰烬 但还是动了侧隐之心 没有痛下杀手 一气化三清的确很强 相当于三个我联手 一个我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三个我 那就更了不起了 只是 动用这种战斗法门 耗损也是极大 相当于赚一份工钱三个人化 稍不留神 便有可能把修为耗尽 他暗叹一生 必须早点解开第一式的封印 才能记起更多的足法 尤其是御池洞天的足法 倘若开辟御池挪祖洞天 他便无需担心修为耗尽 拥有御池挪祖洞天 时时刻刻都可以处在修为的巅峰状态 就在此时 一个紫色身影映入徐映的眼帘 那是一个身着紫衣的青年 容貌俊美秀气 目如星月 鼻梁挺秀 肌肤白皙 气质也极为出众 一看便极为不凡 徐映叹了口气 你也是来挑战紫衣魔侯楚天都的 那紫衣青年正是楚天都 闻言微微一笑 没错 我也是来挑战你的 徐映微微皱眉 你也是想见识一下 我魔道神通 八荒炼日炉 楚天都脸上笑容不改 轻轻点头 没错 我很想见一下 这个四万多年都无人能修成的神通 徐映眉头皱得更紧了 心中盘算 是不是我楚天都都没有杀人 所以才有这么多正道朋友 前来挑战我 我要不要杀几个人立威啊 不如便从他开始 他暗自摇头 自己是来参悟魔道 并非魔头 岂能杀除魔未到的正道人士 不过 该立威还是要立威 否则任何人都敢来挑战我 徐映杀心懵懂 露出和善笑容 好 你只需接下我一掌不死 我便让你活着离开 楚天都扬了扬眉 他是名动魔狱的大高手 力压诸天万界 无数恋气士 竟然有人敢说 接下一掌而不死的话来 更离奇的是 这人还挂着他紫衣魔侯 楚天都的名头 徐映抬起右手 手掌微微晃动 掌心中多出一个小巧的红炉 大小只有三寸 炉中日月运行 在火雨空中穿梭 楚天都面色凝重 比第一次远远看到霸荒炼日炉 还要凝重 徐映手掌轻轻拍来 速度很慢 但却给他一种四周空间 不断向徐映手中塌陷的感觉 他已经无路可逃 无路可退 他有一种错觉 此刻他在徐映掌中 正在向霸荒炼日炉中跌落 这一掌 绝对超越击败沈白玉 和李平生之时的八荒炼日炉 徐映身躯微微晃动 头顶一气飞起 一分为三 化作三清徐映 奇失法力 让徐映这一掌的威能 再度疯狂提升 楚天都额头冷汗 滚滚而下 有一种插翅难逃的感觉 眼睁睁的看着徐映掌心中的八荒炼日炉 向自己碾牙而来 啪的一声 他束发关带突然炸开 气息在一瞬间达到顶峰 气势拔到极致 抱贺一声 以最为简单的拳头迎上徐映的手掌 嗡的一声 他的身后 无比明亮的光运迸发开来 化作六大洞天 呼啸旋转 让他的法力 肉身 元神 神识 阴阳和力量 疯狂提升 楚天都颜耳口鼻喷血 肌肤炸裂 身后山川轰隆隆炸开 山倒幅 水断流 背后的天空也在刹那间裂开 出现一道道珠网般的裂痕 他大声目吼 双腿颤抖 身形被碾压的向后滑去 滑出数十里 撞在一尊山巒般大小的仙气上 这才止住 领教了 楚天都咬牙 强提一口元气 腾空而起 身形消失在天际 许映惊讶的扬起头 目送那一道紫气身影 道观中 胡卓君迷迷糊糊的声音传来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动静这么大 许映没有回头 一个叫楚天都的人 在这击败了三个大高手 惹出了动静 后面传来胡卓君的惊叫 楚天都 紫衣上后楚天都 哪里 他在哪里 徐映脸上的震惊之色 还是没有散去 妄想空中渐渐淡去的紫气 祖法 他身上的是我昆仑的挪祖洞天 第六百七十二集 仙界的报复 这个冒牌的我 比我还强 真武冠 楚天都亮枪落地 压下猴头涌出的鲜血 真武冠那龟蛇二神将剑状 心中一惊 急忙帮他镇压住伤势 楚天都称谢 心中惊异不定 他有这等实力 为何还要冒充我的名号 此人究竟是谁啊 而且此人冒充我的时候 看起来还有些不太情愿的样子 龟蛇二将说道 天都公子受伤 必会遭人喜杀 天都公子最好立刻去见小天尊 我们恐怕难以护住公子安慰 楚天都闻言不禁正主 两位的意思是 我师尊不在盗取之地 龟蛇二将齐齐点头 楚天都错愕万分 师生说 师尊不在盗取之地 那么盗取之地的天地大道复苏 到底是谁所为 他原本认为盗取之地的天地大道复苏 是小天尊所为 但现在才知 让天地大道复苏的另有其人 难道是冒充我的那个少年 不 不可能 楚天都想起徐应 心想着 我师尊小天尊都无法办到的事情 他怎么可能办到 清阳宫道馆前 徐应心中也是惊疑不定 虽说他将八荒炼日炉神通 化作印法来施展 但斩人洞天对他来说并不麻烦 不过那个紫衣人的六座洞天 他却没能展露 这只能说明紫衣人的六密洞天 都是由祖法开辟 并非其他正法或者违法 只是这也怎么可能呢 祖法明明是昆仑徐虚风许家的看家本领 为何会传到外界去了 胡卓军兴奋的冲出来 因为神识还有些混乱差点跌倒 紫衣神后在哪里 他兴奋地东张西望 忽然瞥见空中一道紫色烟气 正次散去 不由地欢呼一声 紫衣神后果然来过这里 紫衣神后救了我们 徐应文言心中微动 刚才那个紫衣人离去的方向 正是魔狱 如果他来自竹天万劫 在遭到重创的情况下 绝对不应该往魔狱跑 遇到魔族恋骑士 很容易丢了性命 但此人偏偏逃向魔狱 莫非他是魔族恋骑士 他仔细回应 刚才那人动手时 在修为提升到极致时 提表的确浮现出一些纹理 虽然很快散去 但是的确有 这说明此人应该是魔族中人 可是 昆仑玉须封许家的祖法 为何会传到魔狱 被魔狱中人掌握呢 紫衣魔吼 紫衣神吼 此人一身紫衣 该不会是 徐映面色古怪 随即摇了摇头 哪里有那么巧的事 而且李平生和沈白玉 都说楚天都戴着面具 刚才那人没戴面具 只是紫衣而已 他们还说 楚天都胆小 只敢在魔狱附地活跃 不敢来这里 他身边魔族少女欢呼雀跃 胡卓军对紫衣身后 楚天都极为着迷 不主的向徐映打听 刚才楚天都大战 三大决顶高手的情形 徐映只好把自己对决 沈白玉 李平生和紫衣人的情形 说了一番 徐映说的 楚天都战胜一人 胡卓军呢 便欢呼一声 比自己打了大胜仗 还要开心 徐映说出 楚天都击败紫衣人 胡卓军也没有察觉到 异样继续欢呼 阿硬弟弟 你要努力修行 争取成为楚天都的弟子 早日硬起来 胡卓军向徐映说 徐映和颜悦色 卓军姐姐 不要叫我硬弟 我只是年纪看起来小而已 其实我很大 胡卓军伸手揉了揉他的脑瓜 把他头发揉得乱糟糟的 你翅膀还没硬就不想做弟弟了 小孩子总喜欢把自己说得很大很成熟 实际上还是个小不点 徐映目露凶光又忍耐下来 我在魔语人生地不熟 需要一个向导 就是这丫头凶神扼杀的 总是欺负我 但我又不能打死他 他躲到一旁整理头发 道观里的其他魔族练 其实也先后醒来 胡卓军向他们说道 魔仙的仙气威力爆发时 是阿英弟弟把你们救了 送到盗起之地来 那些魔族练气势惊讶不已 连忙向徐映道谢 阿英弟弟的救命之恩 莫齿难吗 徐映哼了一声 脸色阴晴不定 弟弟 胡卓军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 咱们昏迷的时候 紫衣神侯出现过 在盗起之地 迎战朱天万劫的三大邪修练气室 大获全胜 那些魔族练气室又惊又喜 胡卓军眼睛亮晶晶的 阿英弟弟 你把紫衣神侯 大战三大邪修的经过 再说一遍 徐映看着他们期待的眼神 只好再说了一遍 魔族练气室们听得心持身亡 只恨自己当时昏迷 没有看到那幅场面 胡卓军虽说是听了第二遍 但还是津津有味 我迷迷糊糊中 好像看到了紫衣神侯 他在道观外 施展八荒练日卢神通 但是后来我也昏了过去 众人替他惋惜 说是能见他一面 求他传授几招神通 也够我们受勇终生了呀 胡卓军询问 阿英弟弟 你有没有求紫衣神侯 传授几招神通 徐映迟疑了一下 想起元妻的教导 待人要谦虚 我觉得 他的神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便没有开口 众人跌足叹息 胡卓军惋惜 唉 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紫衣神侯师从小天尊 他的神通 都是小天尊传授的 你能学到一招办事 便足以出人头地了 你呀 眼界浅薄 机会就这么溜走了 徐映换了个话题 盗取之地的天地大道复苏 你们在这里修炼 可以启迪道的智慧 众人眼睛放光 胡卓军急切说道 狮子一神侯 唤醒了盗取之地 被镇压的天天大道吗 是他干的 众人感动莫名 第673集 仙界的报复 他们在盗取之地参悟 徐映此行就是为了了解魔道 也再度端坐下来 试图再度进入那种神识 与天地大道交感的情形 不过这次 他与天地大道的感应更深 却没能进入 物我两望 人道合一的状态 他刚才那种 人道合一的状态 极为特殊 盗取之地的天地大道 遭到1300仙器镇压 他神识补权 灵鱼又鱼 镇压了1300仙器 那时 他的神识 恰恰与此地复苏的天地大道融合 因此才能进入人道合一的状态 他也是因此才能修成天地元神 这么快便炼成仪器化三清 倘若没有这次觊遇 就算他得到仪器化三清的功法 也不可能这么快便炼成 今后就算他参悟的再深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但是那个出现在我尸海中的古怪道人 却时时刻刻都可以进入那种状态 否则 他也不会出现在我的尸海中 许英站在三清殿中 望向原本立着神像的空地 心中有很多疑惑不解 这位魔道高手 到底是魔神还是魔仙 他会不会就是三清殿中的三神像之一 还是说 三神像 其实是他的天地元神 这时 许英感受到盗器之地的天地大道 有些异常变化 正要探究源头 突然一股神秘的力量涌来 只见青阳宫三清殿内 那三尊被砸碎的神像缓缓飘起 在空中充足 很快 三尊神像便恢复如初 各自落在原址上 胡卓军等人还在参悟之中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 许英惊讶 突然天空中霞光满霄 他抬头看去 便见青铜勃 周身散发鲜光 艳艳蒸灰破空而去 那件仙家重宝速度达到极致 化作一道流光 天空为之裂开 雷声一阵 隐约间 可以从雷霆的裂痕中 看到另一个世界 青铜勃便从雷霆的裂痕中 穿过 消失不见 青铜勃被人收回仙界了 许英刚刚想到这里 却见又有一件仙器 腾空而起 是一口仙顶 也是仙光璀璨 在雷霆中破空而去 盗起之地 不断有仙器腾空 在雷霆交加中 回归仙界 这一幕 像是仙界的诸仙 知道事不可为 主动收回自己镇压魔狱的法宝 免得法宝落入敌手 天空中 一道道仙光 破空而去 极为热闹 忽然 一把巨大的仙府轮动 偏转方向 呼的一声 向青阳宫道观砍下 灵力仙光 顷刻间 便化作数百里斧刃 徐印毛骨悚然 然而却见那仙府 还未落下 便被三道光芒拖起 正是青黄白三色 那仙府被震得啪啪作响 突然爆碎 化作漫天碎屑 四面飞去 徐印看着这一幕 惊异不定 急忙回头 向三清殿看去 只见三道光芒 正是从三清殿内传来 三道清气震碎仙府 有自回落 徐印看得真切 只见那三道清气 正是落在刚刚复原的 三尊神像的体内 徐印回到三清殿 大量三尊神像 低声说道 到底是哪位磨道道友 传我一气话三清 还请道友卸身 那三尊神像 没有半点反应 徐印又试探几句 三尊神像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徐印心中默想 一千三百仙气 回归仙界 必然会在仙界 掀起大震动 不知道仙界的报复 何时会来到这里 他心中隐隐不安 仙界舍得用 一千三百件 仙家重宝 镇压此地 下了血本 可见 盗起之地极为关键 因此得到重视 现在仙气被逼回仙界 仙界必然知道此地的变故 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那么 盗起之地将会成为战场 必须尽快离开 这时 胡卓军等人纷纷醒来 众人大有收获 一个个心满意足 胡卓军询问 阿硬 盗起之地难得复苏 你有没有开启大道智慧 徐印压下心中的不安 我领悟出天地元神 此言易出 众人纷纷看来 何谓天地元神 你记起天地元神 让我看看 徐印记起自己元神 还是三寸高 众人见了 正欲发笑 胡卓军恶狠狠地 瞪了他们一眼 心中有些酸楚 柔声说道 英帝 你不能拜楚天都为师 也没关系 大不了 我去见我师尊 无论如何 也要那个糟老头子 收你为徒 他心地善良 看出徐印的元神 没有半点成长 显然是在盗起之地 没有任何收获 若是众人再嘲笑他的元神 他肯定更加自卑 我师尊虽然不是 小天尊那样的存在 但也非同小可 你是个好苗子 在前线也能修出元神 可不能浪费了你的才华 徐印见他们不信也没有勉强 诸位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速速离开 众人还打算在此地参悟 徐印连声催促 他们离开青阳宫道观 向真武观进发 徐印回头 望向盗起之地 心想着 仙剑的报复应该快来了 不知道这三清魔神 是否能够抵挡 他刚想到这里 忽然盗起之地上空 天穷裂开 无边的仙光 从另一个世界动罩下来 仙道光芒斜斜照向青阳宫道观 只一刹那 仙音大噪 徐印不假思索 抓起众人疯狂向真武观奔去 头也不敢回 高声说道 诸位 快闭上眼睛 封住嘴巴 关闭自己一切感官 他话音刚落 天空中 炫目的仙光便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很长 他的影子四周 天地大道扭曲 无数触手般的怪东西 从影子里生长出来 扭曲 生长 变成人形 天地大道被仙道影响 产生了扭曲 才会生出如此可怕的异象 徐印固寿太医 以自身真元 强行封住胡卓军等人的感官 疯狂地向前狂奔 浮光掠影 他越过自己的影子 从他影子中生长出的怪东西 便飞速枯萎 宛如人的亡灵般扭曲嘶吼 化作一团团黑水 但是前方新的影子中 又有诡异的生灵在滋生 听不能听之音 看不能看之物 感不能感知到 会有大不幸 这是面对不能理解的仙道时的准则 不听不看不敢 封闭自我 还有生机 徐印风驰电车 这一刻仙道变得无比浓烈 比望乡台还要浓烈 还要可怕 让他的原神也随之扭曲起来 他尚且如此 胡卓军等人的遭遇更是可想而知 他必须在自身异变之前 逃到前方的安全之地 他没有回头望 但是看到仙光中 有巨大阴影向他这边袭来 像是扭曲的肉扇 我为了赶路 必须要看要听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徐印心中微沉 就在此时 他感应到远处的青阳宫道观中 三道惶惶之气 冲天而起 三清魔神出手了 徐印压力大减 心中大喜 第六百七十四集 我不装了 仙道造成的污染还在侵袭 徐印不敢回头去看 只能感受到三清魔神 调动这片天地的大道 与仙界的仙道杜卫康 这等层次的杜卫康 已经不是他所能观摩 杜卫康的烈度和规模 达到徐印不敢想象的层次 哪怕是他这等存在 处在杜卫康的边缘 也有性命之余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尽快冲到安全之处 毕竟两只大象打架 谁也不曾留意到 有多少蚂蚁被踩死 也不曾去关心 被踩死的蚂蚁叫什么名字 只有蚂蚁自己 才关心自己的性命 徐印就是那个狂奔中的蚂蚁 从他的后方投射出 许许多多扭曲古怪的影子 噩梦一般猙獰 应该是仙道的入侵 造成了盗起之地的生物 无论草木还是飞禽走兽 或者人们通通发生异变 这种情形 多发生在大道变异之地 比如魔狱入侵 原初大世界 天道与魔道 接触碰撞的地带 也有生物异变 但是仙道入侵 造成的异变更加猛烈 越是高等 越是莫测高深的大道 无论仙魔 都会对世间形成极大的侵扰 徐印背后 一股股恐怖的 微能在咆哮嘶吼 震耳欲聋 毁灭一切的波动 向这边传递而来 他只能竭尽所能的保护自己 保护胡卓军等人 前方的山林被仙光照耀 顿时变得扭曲 畸形 蓬大 四面八方生长 像是畸变的巨人 徐印飞速从膨胀的山林上空穿过 林木像是生出无数条触手的怪物 在天空中抓来抓去 终于 真武冠映入徐印的眼帘 龟蛇二神的神力守护着那片古老的电雨 抵御外道侵袭 不仅如此 徐印还感应到真武冠内 另有一股深邃的气息悄然散发 帮助龟蛇二神 共同对抗外道的力量 徐印飞一般冲过去 猛然纵身一跃 跳入真武冠的笼罩范围 她的身体在半空中扭曲 畸形生长 带到落地时 顿时立脚不稳 身后法力锁化的大手 也立刻崩溃 胡卓军等人 纷纷从手中跌落下来 就在这个短短片刻 胡卓军等人已经面目全非 甚至难以看出物种 他们变得像是动物 又像是植物 眼睛中还长着牙齿 甚至还有部分身体湿滑 但好在到了真武冠之后 外道对他们的影响飞速逝去 他们的肉身原神也渐渐恢复 徐印没有自封掩耳口鼻 因此影响最大 但是道横要比胡卓军等人高出很多 很快肉身原神便恢复如初 他回头看去 龟蛇原神遮天蔽日 形成厚重的神光 挡住外道侵袭 隔着龟蛇二神将的原神看去 鲜光便不再那么致命 听着隐约传来的道音 也不再那么危险 徐印感受到龟蛇二神将的浩瀚神力 惊讶不已 这龟蛇二魔的神力 只怕是神王层次的存在 魔狱中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魔神王 他仔细一想 却也理所当然 仙界屡次剿灭魔狱而不可得 可想而知 魔狱必有一些强大至极的存在 仙界的四大神王是在围剿我之后 新晋的四大神王 他们吸收诸天万界子民香火 长达四万年 魔狱屡遭仙界的围剿 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 提供香火之气 所以龟蛇二魔神的香火之气 积累了绝对不止四万年 他们的历史 可能长达十万年 甚至更长 徐印眨眨眼睛 魔狱的历史 可能无比古老 没有如此古老的历史 无法诞生如此古老的魔神 他隔着两尊魔神的元神 向盗起之地看去 隐隐约约看到 有三尊异常伟岸的身影 在天空中搏击 顶着仙界射来的光芒 向上空杀去 竟似要杀入仙界 因为有龟蛇二将的元神阻隔 举印看不太清 只能看到那三尊 伟岸身姿呈现出 青黄白三色 他们是三清元神 是三道元气所画 举印想起一气画三清 心中顿时醒悟 这三人 其实是一人 他们都是天地元神 并非真身 真身另有其人 三清元神的真身 应该就是出现在 他神石之海中的 那个古怪道人 此人与盗起之地的天地大道 一起被仙界的 一千三百道重器镇压 小天尊封印那些 仙道重器的目的 应该就是恢复天地大道 营救此人 只是小天尊的见识不够 徐印补全灵于右语四字 才将其释放 魔语真是卧虎苍龙 深不可测 突然 仙魔之间的裂痕消失 再无仙光洒下 仙音也在此时止歇 灰蛇二将收回元神 真武冠内那深邃难测 古老力量也自潜伏起来 再难觉察 徐印惊讶地向真武冠内看去 他修炼袁卫央的 原道朱天感应 对异常的感应极为敏锐 原本他便感应到 真武冠内存在一股深邃力量 现在那股力量被收回 这股便更为清晰了 真武冠内藏着一个 比龟蛇二将 还要厉害的神秘存在 他收回目光 望向天空 这次仙界攻打 盗启之地的青阳宫失败 便没有了下一步动作 气氛沉闷的 让人难以喘息 从盗器官的布置来看 当年仙界最少动用了 一千三百尊仙人 而且是厉害无比的仙人 才拿下盗器官 一千三百尊仙人 是存活下来的 战死的应该还有很多 现在 仙界这一千三百尊仙人 多半还存活在世 但此次攻打盗器官 他们每个人都不舍得 自己的性命 因此 他们不会再攻打盗器官 除非他们找到一批 可以牺牲的队友 这时 一个紫衣人映入许映眼帘 许映露出惊讶之色 啊 就一掌不死的 那个紫衣人 那紫衣人正是楚天都 见到许映也是一阵 随即显得颇为尴尬 急忙衣袖遮面 逃一般冲出真无关 偷也不回的去了 喂 许映仰手高声说道 兄台 等一等 只是楚天都的速度极快 短短一句话的功夫 便已经消失的 无影无踪 第六百七十五集 我不装了 我又不是想干掉你 只是想问一下 组法的来历 跑这么快做什么 许映摇了摇头 胡卓君等人的肉身 开始恢复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如初 许映走入真无关 龟蛇二将目光盯着他 各自露出惊讶之色 蛇神将正要说话 龟神将悄悄捅了捅他 示意他闭嘴 你忘记从前了 快装作 没看见他 龟神将悄声说道 蛇神将打亮许映的脸庞 吃了一惊 这祸根还活着 他急忙眼观鼻鼻关心 不言语 也没有动作 仿佛实话 许映在真无关内浏览一周 没有发现那股 深邃气息的来源 仔细感应 也没有寻到深邃的源头 心中纳闷 他催动玉湖正道经 调动玉湖天眼 私下看去 试图找到此地 是否藏匿的时空 也是一无所获 太古怪了 那个强大存在 一定在真无关中 只是藏了起来 不想见我 他刚想到这里 胡卓君等人的声音传来 真无大帝 和龟神二神将必有 我们才从活下来 阿英弟弟 快到这边来 给真无大帝爷爷 和龟神二神将上香 徐映走过去 只见胡卓君和众人 已经恢复 正各自擎着几柱香 向龟蛇二神将上香 胡卓君也点了一把香 塞入徐映手中 龟蛇二神将 便是我们这一路上的守护神 没有他们镇守此地 不知要有多少人 丧命在携修之手 刚才也多快二神将保佑 我们才能活下来的 徐映情香上前 向龟蛇二将拜了拜 把香火分别插入 龟神将蛇神将的香炉中 龟蛇二将木雕泥塑 一动不动 胡卓君又引领着 徐映来到真无大殿 大帝爷爷也是得拜一拜 来 徐映从他手里接过香 向真无大帝雕像拜了拜 把香火插入香炉 突然 那把香火 从香炉中 咻的一声跳了出来 散了一地 徐映惊讶 慌忙把香火一根根捡起 再插入香炉 香火又齐刷刷的跳出 徐映捡起香火 准备再插一次 却见手中香火 齐齐熄灭 碎了一地 他有些不知所措 胡卓君惊讶 真无大帝 不受你的香火 阿英 你都做了些什么 上天害理的事情 徐映 徐映挠头 试探 我第一是可能做了点 上天害理的事情 但我绝对没有 龟神二将看到真无大帝雕塑 不受徐映香火 心中凛然 对视一眼 大帝不敢受他的镜香 可见是怕出了眉头 我们受他的香 便是对大帝的大不敬啊 二神悄悄运转法力 把徐映插在自己香炉中的香火 也给扔了出去 胡卓君惊声说 啊 归是二神将都嫌弃你 徐映走出去 果然看到自己刚才静的香 统统散落在地 阿英 你一定做过上天害理的事情 胡卓君面色严肃地对他说道 徐映失口否认 脸色胀红的争辩 他们离开真务观 龟蛇二将这才长舒一口气 解除神像状态 蛇神将叫道 好险好险 刚才那个家伙 就是四万八千年前的那个小家伙 龟神将比他老成许多 就是他 四万多年过去 他居然还没有被仙界折磨致死 好人不偿命啊 他好像没有认出我们 龟神将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当年他进入祖庭 将祖庭祸害了一遍 没想到他又回来了 才刚回来 便惹出仙界争讨 那位古老存在的大乱子 两尊古老神奇向徐应等人离去的方向看去 龟神将低声说 他虽然祸害了祖庭 但也让祖庭重新散发升级 功德无量啊 说神将猜测道 这次回来是功德败完了吧 龟神将思索 我总觉得 他好像与之前 有些不太一样 真武殿内一个低沉的声音说 这是因为 他吃了四万多年的苦 徐应等人匆匆向祖庭腹地赶去 魔道示威 尽管有小天尊和一众魔神称场面 但还是会有诸天万界的正道之士杀入腹地 因此 即便过了盗气关 也需得小心行事 胡卓君一脸怀疑的盯着徐应突然说道 阿应 盗气关内 有人激发一千三百仙气 我们都中招 昏死过去 唯独你没有中招 这是怎么回事 他此言一出 其他魔族练气士纷纷看来盯着徐应 徐应面不改色 我悟性极高 普通的仙道污染不了我 胡卓君哼了一声 天降仙光时 我们又中招 还是你没有中招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都说了 我悟性极高 胡卓君目光闪动 突然喝道 你是邪凶 徐应吓了一跳 胡卓君大声说 我知道了 你是邪修 你修炼的就是所谓仙道 你视我们为魔道 你故意隐藏在我们之间 企图谋混到祖庭内部 你是邪修奸细 徐应张口结舌 正想着如何辩解 突然一道霞光从远处飞来 一个声音清晰传入他们耳中 夏光从天而降 光芒一瞬间 便将周围四五十里的范围照料 夏光渐渐暗淡 只见一个锦衣公子 站在他们的前方 含笑看着徐应 紫衣侯 时隔二十年 我再来领教 胡卓君等人呆呆地看着徐应迟迟说道 紫衣神侯 徐应叹了口气 回头向目瞪口呆的他们笑了笑 我一直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与你们相处的 我以为这样做朋友 会让彼此都轻松一些 没想到 术语静 耳风不止 藤岸然摇头 随即腰板挺得笔直 在胡卓君等人吃惊的眼神中 突然有无边的火光 自徐应周围涌出 日月穿行 龙凤飞舞 浩瀚火海越升越高 渐渐的 一口霸荒炼日炉 高悬于天倒扣下来 仿佛无量火海悬在他们的头顶 给他们以极大的压迫感 我不藏了 徐应岸然神伤 语气却很淡然 没错 我便是 紫衣神侯 胡卓君呆呆地望着徐应的背影 在巴黄炼日炉的衬托下 徐应的身形显得如此挺拔 卓尔不群 原来他就是紫衣神侯 触天多 一个魔族炼气士 南南说道 难怪他在船上说 他想学个男的 原来他真的可以 从无量火海中参悟出 巴黄炼日炉的神通 胡卓君也想起这件事 不禁无地自容 自己当时还苛责他 悟出个屁呢 甚至还在他脑袋上 棒棒敲了三拳 现在想来 紫衣神侯居然没把自己干掉 大概是真的把自己 当成朋友了 他们望着徐应的背影 心潮澎湃起伏 紫衣神侯楚天都 魔语年轻一辈的最高峰 无数年轻人的精神支柱 有他在 祖庭的炼气士便永远不败 哪怕域外邪修如何强大 哪怕域外邪修的数量 何其之多 哪怕域外邪修 还有仙庭 还有天道世界助阵 他们也始终有一个信念 支撑着他们的精神不倒 那就是 紫衣神侯楚天都 从未有过败迹 他印证了祖庭的道法神通 丝毫不若于那些 称呼他们为魔道的 域外邪修 我们不该怀疑他 不怀疑他 他便还会留在我们身边 托明许英 与我们一起历练冒险 现在我们逼得他 揭破自己的身份 他还会和我们一起历练吗 雄鹰会和燕雀其妃吗 胡卓军暗暗后悔 想起许英在 盗戚之地的青阳宫 拯救他们 却又隐藏刑迹 说是楚天都击败了 三大邪修高手的事情 他又想起 是才仙界 突袭盗戚之地 许英带着他们 撑出仙道 笼罩范围的情形 再加上他们 莫名其妙的 就击败了 吴炳那等强大的存在 避开仙气的侵扰 这一系列事件中的 不解之处 都渐渐明了 甚至 许英当时说 楚天都的神童不过如此 现在看来都是自谦 原来 子夷神侯 一直就在他们身边 可是 他们却怀疑 他是邪修 是诸天万界派来的奸细 哎 高处不胜寒呢 他只是想过几天 普通人的日子 我们却拆穿了他 不知道今后 还能不能再做朋友了 他们内疚万分 就算是能做朋友 大概也回不到那种 无猜无计的日子了 许英妄想 未尝明心想着 事到如今 我不得不冒充 此一身后了 不过楚天都 毕竟是魔道高手 我对魔道的理解 并不太深 只怕会被人拆穿 他盗起之地时 曾与天地大道交融 对魔狱的天地大道理解 并不算浅 但是想要冒充 楚天都那样的高手 恐怕还有些困难 对付一两招 便能解决的敌人 尚且好说 倘若遇到那些一两招 解决不了的 恐怕他便会被人拆穿了 这位常明公子 到底是一两招 便能解决的敌人 还是解决不了的敌人呢 许应决定全力以赴 魏常明战役高昂 气势绽放 便见长发如谱 向上倒流 他怒笑一声 身后浮现百丈元神 元神四周仙道符文缠绕 仙道弥漫 挡开魔狱的天地大道的影响 魔狱的天地大道 与诸天万界的天地大道不同 寻常炼气势 到了魔狱之后 便会感觉自己进入外道时空 原来自己修行的道向 法力统统失去威力 从强大的炼气势 化作凡人 任人搁载 能进入魔狱 同时还能保持巅峰实力的 要么在天道上有着过人造诣 要么在仙道上有着不俗成就 只有做到这两点 才能突破魔狱的天地大道压制 魏长明出身自永康大世界 这个世界虽然也有挪法流传 但没有为虚大清洗 许许多多仙道传承都完整流传下来 仙法代代相传 自然底蕴深厚 远胜元寿世界 诸天万界中 像元寿世界那样内卷的 毕竟还是少数 魏长明元神屹立在虚空之中 周身虚空震荡 形成九重天的异象 九重天上有仙剑高悬 这正是长明公子的九霄道隐 所谓九霄道隐 乃是悬神通于九霄之上 即天地之力 甲于一道神通 代神通从天而降 每穿过一重天 便有一重天的力量加持在神通上 代神通穿过九重天 便集九天之力 让神通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威能 当年 紫衣身后楚天都 以百遍魔攻对战 长明公子魏长明的九霄道隐 也是一段极为精彩的战斗 双方一个神通千变万化 一个九霄加持神通 那场战斗端得是一彩分成 让观战之人直呼过瘾 此次 魏长明二十年后卷土重来 九霄道隐的威力更胜从前 当年他败落在紫衣神后楚天都手中 痛定思痛 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到底在何处 那就是他过分追求招式的威力 对神通的变化反而不那么伤心了 他的神通威力超越楚天都的百遍魔攻 但是他的神通变化则大大不如 神通精妙之处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因此他这二十年四处游历 求道访友 学习各门各派的仙道神通 力求在神通上有所突破 一个天才 在自我羞耻的时候 看不到自己的弱点 但是当他有了对手 便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所在 这个时候 天才是可怕的 其进步也是难以想象 魏长明便是这样的人 他的仙剑看似只是单纯的剑道神通 但当仙剑从第九重销落到第八重销时 变化已生 他的仙剑多了九个变化 如同有九口仙剑 同时向徐应赐来 但从第八重销落到第七重销 每一个仙剑变化又是微微遗产 各自又在先前的变化基础上 再生九个变化 再来到第六重销 仙剑的每一个变化 又再生九个变化 以此类推 带到仙剑穿过第一重销 他这一招剑道神通 已经具备四千余万变化 有如天河之水 搅动银河消汗 铺天盖地般涌来 此一招 正是他针对紫衣神侯的百变魔攻而来 认有你的变化如何之多 认有你的神通如何高深莫测 你也不可能在刹那间应对我四千万的变化 更何况他这二十年修持的不只是剑道 同时还有刀枪辅跃勾叉 以及其他山河湖海等道法神通 紫衣神侯只要接不下他的第一招的所有变化 便会陷入挨打境地 他的后续招法便会源源不断的施展开来 让其陷入颓势 最终一败涂地 魏长明信心勃勃 他苦修二十年 为的就是今日 他要一扫千尺 扬眉吐气 下一刻 八荒炼日炉大气磅礴 神炉将四千零三万剑光 悉数吞并 收入炉中 火光焚透九重销 八荒炼日炉碾九重销 狠狠地撞在他的身上 魏长明吐血 道飞而去 头脑中一片空白 带到他砸落在百十里外 连番带滚 又滚出数里远近 头脑中 这才恢复了一些意识 子异神侯 不是以神通变化见长吗 他躺在地上 浑身倒伤 伤口中还有火苗燃烧 浑浑噩噩 心中一片迷茫 我开始追求神通变化了 难道他开始追求神通威力了 想到这里他不禁肃然 触天都不愧是我的一生之地 与他一战 我看到了自己的弱点 没想到他也看到了他的弱点 他摇摇晃晃起身 向徐映所在的方向摇摇攻身 有敌如此 何仇不能进步 楚天都 等我下一次再来讨教 还好 这位长明公子 是我一招就能解决的对手 胡卓军等人身前 徐映收手 暗自松了口气 倘若魏长明接下他这一招 他真不知下一招该动用什么神通 才不会被人看出 他的神通其实不是魔道神通 他的身后 胡卓军怯懦道 阿 阿硬 不对 是紫衣神侯 他鼓足勇气 神侯 刚才是我们不对 徐映转过身来叹了口气 卓军姐姐 我们实在也回不到从前了吗 胡卓军正然 你是紫衣神侯 我们只是小炼气士 徐映抬手 示意他不必再说下去 黯然离去 胡卓军与那些魔族炼气士 正要追过去 已经不见了徐映的踪迹 众人失魂落魄 都有些患得患失 这样一位大人物 要与他们做朋友 没想到他们还是错过了 过了片刻 胡卓军振奋精神 咱们继续赶路 早点回到师门 众人前行 走了约有百余里 在一个岔路口 他们又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一个黑衣少年 站在岔路口处 迟出不前 就像当初他站在无量火海前 见到渡船 却没有登船一般 徐映听到脚步声 回头腼腆 一笑挠着头 在下徐映 从前线来到这里 人生地不熟 各位江湖同道 能否结伴同行 胡卓军等人又惊又喜 急忙奔过去 一个魔族炼气士 悄声笑道 此一神侯装作不认识我们 是打算冲头来过吧 胡卓军也悄悄地说 咱们也装作不认识他 免得他尴尬 就当头一次见面好了 不能叫他神侯 知道吗 众人来到徐映身边 胡卓军笑道 阿硬 你若是不识路 那就随我们一起上路好了 徐映称谢 他刚才离开胡卓军等人 跑到这里便犯了难 岔路有两条路 他不知该通往哪条 只好乖乖地留在这里 等待胡卓军等人 虽说徐映和他们重新认识 但总归是无法再回到从前 路上 那些魔族炼气士对待徐映 便不如从前那般自然 时不时的还会向徐映求教 道法神通 徐映倒也不吝啬 知无不言 他对魔族炼气士 没有任何歧视 轻视 他在原初大世界的边陲 见到过魔狱入侵 让那里的村民魔化 变为魔族炼气士 他因此知道魔族也是人 与诸天万界的人族 并无本质区别 唯一有区别的 只是诸天万界的天道 与魔狱的天道不同 是一种大道 同为人族 因此他乐得把自己所知的道法神通相守 他虽然刚来到魔狱没多久 但因为在道起之地 魔狱天地大道复苏 他的神识与大道相连 导致他在魔道的道行 已经达到大多数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众人边走边谈 许英只见这魔狱腹地满目疮痍 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痕迹 有些地方甚至连天空都被打烂 不断有混沌之气 从另一个时空坠落下来 如同灰色的瀑布 还有些地方留下了仙道的痕迹 仙道霞光自山谷中迸发 污染四周 让附近百里左右变成禁区 有的地方有狮妖作乱 传说是仙界讨伐祖庭时 战死的仙人变化而成 小天尊一直想要扫平祖庭中的危险 光复祖庭 但即便是小天尊也难以入院 仙界太强大了 胡卓军叹了口气 徐英望着破败的江山心中证然 他不记得第一世的自己 为何会来到这里 但是他记得四千年前的自己 与徐福出海 便是通过神秘海域偷渡到魔狱 对于那时的他们来说 魔狱就是魔道主宰的世界 充满了扭曲的大道 乱人道心 魔神也猙獰可怕 他们不得不献祭同伴的性命 才得以继续前行 因此 徐英对魔狱的印象一直都不好 认为魔狱中人倒心扭曲 不过来到这里 他却有了另一番感触 或许 魔狱并不像四千年前 自己亲眼所见的那般邪恶 也或许魔狱诸神 也没有那么不堪 甚至 或许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魔道 魔道 只是诸天万劫的人们 对于一种大道的统称 毕竟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东西 充满了恐惧 徐英想到这里 再看魔狱 心胸便豁然开阔 我在原初大世界的魔狱入侵之地 修成原神 导致魔道入侵原神之中 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 而是让我得以打开心胸 接受外道的契机 他们来到一片断崖前 断崖的尽头 无数破碎的大路漂浮 有的像是星辰碎片 有的像是被敲碎的陆地 很是密集 他们等到一块陆地飘过来 这才登上陆地 顺着这块陆地向前飘去 与我的神通 乱星还很像 徐英惊讶地看着这片广袤空间 无数碎星和陆地 起落沉浮 难道 当年我是在这里悟到得到 难道 仙姐没有说错 我果真是大木头 徐英站在这块陆地上 看向远处 但见乱星海中群星飘摇 有宽大的红灵飘荡 荡开群星 守护着一座仙木 仙木葬于山水之间 有一道红灵自仙木而出 荡开群星混天而成 自成一解 徐英脚下的陆地运行到附近 只见那仙木所在的大路 缓缓旋转 仙木四周火光环绕 显露出一块方碑 碑上写道 三潭海会大神 大罗仙灵珠子之墓 第678集 道心光明 既是神 又是仙 徐英镇住了 埋葬在乱星海中的这位 名叫灵珠子的仙人 还有个名号 叫做三潭海会大神 这表明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仙 一个是神 可是这两个身份 是怎么急于一身的 或许 他是仙人的同时 又有妙语在凡间 吸收香火 不过 仙与神 缘起于香火之气 如何想通融 他对此迫感疑惑 倘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岂不是楚香香也可以修炼成仙 楚香香是元寿世界的香水之神 他也是人类 也有着西夷之欲和人体六密 若是能够得到这位三潭海会大神的修炼法门 楚香香便可以仙神同修 话而言之 如今的超级天节如此难度 倘若仙神同修 是不是便可以度过呢 许应进而想得更多 倘若在修炼罗法 超级天节还会难度吗 三潭海会大神葬于此地 以前被人盗过 许应文言 从侠寺中回过神来 谁这么胆大包天 胡卓君摇头 我也不知 只听我师父说 四五万年之前 有个胆大包天之徒 闯入此地 试图盗走仙墓中的宝物 结果遭遇镇守仙墓的仙器追杀 听说三大仙器出动 追着那盗墓贼人 从祖庭杀到诸天万界 又从诸天万界杀回来 许应望向那道红灵 心中一阵火热 仙器就放在此地 我若是见了 我也会动心 也难怪会有人对仙墓动心 他话音刚落 突然 那守护仙墓的一段红灵 如烟般飘动 疏忽间便来到许应 等人身前忽左忽右 忽前忽后 像是在打量他们 众人身躯僵直 不敢动弹 胡卓君紧张万分 大家不要动 三坛海会大神 明晰善恶 善变中间 不会对我们忠良之辈下手 那红灵乃是自成一界的仙器 其威力自然不可想象 倘若仙器的威能爆发 只怕顷刻间 他们便会与脚底这块陆地 一起灰飞烟灭 那红灵突然羞羞舞动 像是在施展招法神通 昭昭智柔 却极为狠了 忽然 那座仙墓中又有一团火光飞出 划出一杆火尖枪 无人自动 长枪尖端一点 鲜火 捂出无数幻影 耍耍耍地直直许应眉心 那火尖枪来到许应眉心 便自顿住 又自缩回 再度次来 昭昭夺命 陆地上的众人毛骨悚然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仙墓中 又有一道金灿灿的圆环飞出 嗅的一声向众人撞来 却猛然顿住 那圆环忽大忽小 大的时候可套日月星辰 小的时候不过一个手桌 圆环震荡 能打得诛天颤抖 光芒爆发 如仙境动罩 炼化一切 诸葛三剑掀起围绕着他们 左左右右 虚虚打击一番 这才各自飞回仙墓 又恢复寻常状态 陆地上的众人战战兢兢 腿都在发软 胡卓君颤声说道 从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 怎么今日 三仙气会忽然威胁我们 一位魔族炼器士说 我觉得三仙气 好像是在威胁 子 子 阿应兄弟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他们也看出来了 这三剑仙气 分明是针对徐应而来 每每要击中徐应 便镜子顿住 没有痛下杀手 这分明是在威胁徐应 可是平白无故的 三坛海会大神的三仙气 为何会威胁子依神侯 你们刚才没有领悟吗 胡卓君眨眨迷茫的眼睛 领悟什么 徐应叹了口气 刚才三坛海会大神的三仙气 向我们展示神通道法 是想让我们继承大神一波 成为大神传人 你们竟只顾着害怕 没能从中参悟出一些道法神通 他此言一出 众人恍然大悟 一个个惭愧不已 又懊悔不已 胡卓君喃喃说道 难道说 我们错过了一场仙缘 徐应轻轻点头 你们心生恐惧也在情理之中 试想一下 谁能面对三仙气的进攻 还能淡定自若 从中参悟出道法神通呢 即便是我 也只悟出了两三成 他唏嘘不已 偷偷望向那座仙目 只见那红灵正在打神结 做出一个上吊绳的形态 然后重重的勒住一座山头 将那座山头吊起来 向他耀武扬威 那座山头被生生勒断 徐应心头一凸 心中暗想 难道道灵主子仙目的那个人 就是我的第一事吗 他额头冒出一滴斗大汗珠 难怪这三界仙气 一见我便如此激动 差点便没忍住 向我痛下杀手 不过 我的第一事 除了盗灵主子仙目之外 还惹出了多少事端 灵主子的振目三仙气 没有对他动手 不代表自己第一事 时盗的其他仙目 不会对他下手 倘若来个要命的 自己岂不是被第一事的自己害死 但愿我的第一事 日行一善 善缘便不磨玉群山 好在镇目三仙气 没有为难他们 他们脚下的陆地 载着他们漂流 徐应记起自己的元神 观察乱星海 对照隐景千画地中的道相 自有一番领悟 他们来到对岸 胡卓军兴奋说道 翻过这座山 便到了我师门了 阿硬 我师门虽然不如你的师门 但也是祖庭 想当当的名门大派 他冲向山巅 徐应连忙快步跟过去 带来到山顶 突然金光刺眼 徐应大眼看去 出见一座高山匹地而起 升得雄俊高大 山势陡峭威额 就在山巒环抱之间 有一座黄金铸就的宝塔 破破烂烂 共有33层 每一层都千疮百孔 这座33层破烂黄金塔 比四周的山巒还高 内藏鲜火 洞罩虚空幽名 山上的建筑 便依着这座破烂黄金塔而建 建筑道路曲折蜿蜒 供电与宝塔相通 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 魔道门派 第六百七十九集 道心光明 徐映看得目眩神谣 这座黄金塔是一件仙器 胡卓军得意洋洋 没错 古老时候的仙器 只可惜 已经没有多少威力了 掌门还能激发出几分威力 我们这门叫做玲珑天宗 走 我带你上山 师尊倘若知道 紫衣神侯来玲珑天宗拜访 一定欢喜得很 徐映跟着她的脚步 卓军姐姐 我是徐映 不是楚天都 胡卓军心领神会 我明白 紫衣神侯名头太大 想挑战她的人实在太多 便是我世门 不过有些家伙按捺不住 想挑战她呢 你放心 你就是徐映 我不会泄露出去 她回头扫向其他魔族练气 是凶巴巴的 你们也不许说出去 明白吗 众人纷纷称事 徐映放下心来 跟随她来到玲珑天宗 山门处 一个紫衣青年也在登山 见到徐映不由心头意突 她怎么也来啊 徐映也是心头意突 糟糕 我可能遇到正主了 那紫衣青年正是楚天都 两人相见 各自目光躲闪 不敢与对方对视 徐映终究还是脸皮厚一些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个兄台 咱们又见面了 楚天都似笑非笑 没错 又见面了 紫衣生猴 徐映关切 兄台 你的伤好一些了吗 托福托福 不算太严重 楚天都皮笑肉不笑 徐映面带和讯春风 我打赏你的舞 我山羽治疗 不如我帮你医治 你看你意下如何 楚天都还是那副 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不敢 不敢 你觉得我会害你 能败在我楚天都的掌下 是你的荣幸 楚莫比你强 想杀你 无需这等手段 楚天都胸腔高高鼓起 最终还是忍住怒气 既然如此 那么我便领情了 胡卓军来到徐映身边 阿英 这小子什么来头 徐映压低嗓音 就是在盗气之地的青阳宫外 挑战我的三大高手之一 此人极为厉害 他怎么穿着一身紫衣 胡卓军说到这里 恍然大悟快言快语 他一定是想模仿你 他知道紫衣神后的厉害 自己又苦于无出头之日 所以就模仿起了你 想要打出自己的名气 楚天都气得发抖 但还是忍耐一下来 姑娘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悔改吧 胡卓军痛心疾首 模仿另一个人 是没有出路的 你要巩固自己的道心 要有超越前人的勇气 你模仿紫衣神后 永远也成不了紫衣神后 楚天都额头轻轻站出 你 你这丫头 他险些伤势复发 许应给他留下的旧伤 蠢蠢欲动 一口老血便要涌上来 胡卓军笑道 哼 你模仿紫衣神后 故意身着一身紫衣 以为自己穿上紫色衣裳 便是他 你看你身边真正的紫衣神后 却可以脱下紫衣 做到不执着于名 明雾两望 所以你只是一个模仿者 而他才是真正的紫衣神后 许应浅浅一笑 轻轻点头 楚天都压下涌上猴头的老血 向许应目然说道 神后 劳烦寻个僻静之地 请隔下为我疗伤 他断了断 脸色微变 我的伤压不住了 许应惊讶 心想着 此人倒是道心光明 居然真的打算让我为他疗伤 这种磊落风骨很是少见 至少在元寿还是少见 元寿世界 炼气势中的强者 尤其是割韭菜的那些人 每一个都小心翼翼 视他人为地狱 从不会相信任何人 许应在元寿世界 私混这些年 真正的朋友 屈指科数 也只有艳空城 石雨晴 薛盈安 郭小蝶 楚香香等 寥寥几人 还有便是元气 大中 其他人 对他或者是心存利用之心 或者是包藏祸心 当然 元为央除外 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的第一世从仙界 带来三座仙山 为何会将其中一座 藏在魔狱 或许因为 那时的我看到此地的人们 道心光明 你悔改吧 胡卓君很是痛心的 向楚天都说道 楚天都再难忍住 一口鲜血喷出 气息萎靡不振 求救似的 看向徐英 徐英连忙说 卓君姐姐 少说一句 咱们快些上山 找个歇脚的地方 我好为他疗伤 楚天都连连点头 胡卓君这才放过他 带着他们上山 她是个双朗大气的女子 在玲珑天宗中 也是威风的很 抓过来几个玲珑天宗弟子 很快便为徐英和楚天都 收拾好一套客宅 徐英和楚天都都在宅院中住下 徐英轻轻抬手 一片光幕飞出 天空中各种道纹流转 四下铺开 将这处宅院笼罩 楚天都进入房间里 换了一身雪白的衣裳 抬头看到这一幕 扬了扬眉头 徐英这一手让他有些动容 天空中的各种道纹 极为精展玄妙 正是参务祖庭的天地大道 才能练就的大道纹理 没有几千年的参务 谁能如此信手拈来 甚至就算有几千年的参务 也未必有徐英这般轻松和博学 徐英所记起的天地大道的道文 甚至有些是他楚天都 也未曾见过的 而且徐英祭练的手法 也极为奇特 是天道法门 要知道 他的师尊小天尊 一直有一个补天计划 为的就是修补祖庭的天道 只是小天尊尚未有所成就 这个看起来不大的少年 怎么在词道上 反而有了不俗的造诣呢 倘若他真的是楚天都就好了 楚天都心想着 徐英转过身来瞥他一眼 你身上有几套紫色衣裳 楚天都迟疑一下 十几套 都给我 面具呢 也有十几件 都拿来 兄弟 你不会灭口吧 徐英换上楚天都的衣裳 戴上楚天都的面具 楚天都在一旁坠坠不安 徐英转身看来 你放心 我不会灭口 因为就算你说你才是 紫衣神侯楚天都 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楚天都闷哼了一声 紫衣神侯楚天都 是不败的象征 败落的那个人就不是楚天都 徐英来到他身边 放松心神 我为你疗伤 对了 你的挪祖洞天是谁人所传 我是尊 小天尊 第六百八十集 玲珑诸天 伴我心 蓬莱仙境 玄武神龟再度启程 迈开脚步 向魔狱入侵之地进发 留守在仙境中的孤叶仙子 楚香香 蓬莱七仙等人 私下出击 去营救其他蓬莱仙人 这些日子 自从蓬莱仙主判处蓬莱 投靠魔狱以来 便有许多蓬莱仙人遇袭 遭遇魔神的围剿 这些蓬莱仙人 前往原出大世界各地 净化魔狱入侵 但是行踪被蓬莱仙主出卖 死伤颇多 好在许应补全 蓬莱天岛 蓬莱诸仙的实力 比之前要强横许多 尽管遭到魔狱魔神的袭击 但大半仙人 还是逃出追杀 保住性命 楚香香 姑叶等人齐心协力 搭救那些仙人 抵挡魔神攻击 渐渐的蓬莱仙山上 强者越来越多 蓬莱仙山形成一股庞大势力 让那些魔狱魔神 也不敢招惹 各自退去 神婆看向蓬莱仙山后方 只见远处大世界的天空 不知何时多出一轮明月 明月只照一人 一个神女圣洁无双 脚踩着月光向这边走来 神婆看到那月光中的神女 露出笑容 突然高声说道 诸位 我们去魔狱 山中祝仙多达百人 文言纷纷反对 一位倒谷先锋的白发仙人 大声说道 神婆 我们蓬莱仙山的实力 虽然不弱 但也远不及魔狱啊 魔狱早想剿灭我们 只是没有机会 那现在去魔狱 便是送死 没错 朱仙纷纷开口 仙主孟无怀叛变 将我们蓬莱的底细 告诉魔狱 魔狱想杀我们轻而易举 我们应当立刻调转方向远离此地 避开围剿 神婆冷笑一声猛然大喝 别吵 和声惊天动地 将所有人的吵闹声通通镇压下来 朱仙凛然 这妇人的实力好生强横 神婆目光扫射一遍 你们的命都是我救的 我说去魔狱 就去魔狱 谁若是反对 就离开蓬莱 做个凡人去 他此言一出 朱仙金若寒蝉 离开蓬莱做凡人 他们的寿命很快便会耗尽 一命呜呼 袁天杠 你去山脚下 把路过的女子 接引到山上来 神婆说完 袁天杠称事 来到山脚下 果然看到一轮明月照来 月光中有个田径的神女 正自走来 袁天杠相请 那神女也不多话 随着她上山 神婆向那神女见礼 女帝远道而来 路途辛苦 不敢 那神女轻轻欠身 我虽已脱困 但尚未复生 为求幸免 只好四下奔走 倒有这些年 倒是清静 我被困在蓬莱仙山上 无法离开 便像是坐牢一样 谈何清静 二女寒暄一番 神婆笑道 此间天道虽然完备 但在轮回之道上 还有着缺憾 女帝能否修补一二 山 那神女起身 来到许应 炼制的诸多花表 天注前 将其中一些错漏的天道符文 加以修整 此时 远在魔狱 玲珑天宗的许应 突然只觉自身的天道 有了些许改变 不由的遗症 这改变 很是轻微 但却是好的改变 让她对天道中的轮回 天道的领悟 更加透彻 这是怎么回事 她大惑不解 玄武神龟启程 载着蓬莱仙山 向魔狱而去 魔狱边陲 无量火海 渡船上的魔神露出惊恶之色 只见庞大无匹的 玄武神龟身上 缠绕着锁链 被一座浮空的仙山拖拽着 从无量火海上空驶过 那玄武神龟的四肢 还在无意义的前后摆动 像是在游泳一般 仙山上的蓬莱仙人们 也是惊讶莫名 有人叫道 快看 火山中有一座仙墓 清原庙道 服幼太乙真君 惠民人圣大帝 这是哪位帝君战死在此 不知道啊 带蓬莱仙山来到对岸 朱仙连忙搬运几座山巒 将蓬莱仙山压住 仙山又自落在玄武背上 玄武继续前进 仙山上 朱仙面色凝肿 望向四周 他们终于来到了传闻中 无比可怕的魔狱 林天华望向四周疑惑 好像没有传闻那么可怕 蓬莱七仙将他夹在中间 各自面色凝肿 向号说道 魔头善于蛊惑人心 臭小子不要中招了 于秦说 魔狱以魔道为天地大道 没有修成仙法便会被克制 没有半点法力 言语祖师开口 魔族还擅长派一些纯情魔女来勾搭咱们 一不留神就中招 道心敬毁 甚至沦为魔道 此言一出 林天华跃跃欲试 其他几位歌主也是双眼放光 师祖没有骗我们吧 我想试试这个 神婆向那神女笑道 女帝是否感应到了 神女轻轻点头有些惊讶 感应到了 此地天地大道复苏 难道是许家子所为 不过 她应该没有这等能力才对 第一事实 她没有此等能力 但被封印了四万多年 九病成一 也就有了这等能力 她倒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神女望向远处 突然起身 我去拜会一下 古老时代的存在 她 飘然而去 神婆没有阻拦 悠悠笑道 此次 许家子入魔狱 带来的是惊喜 还是惊吓 很快便知 远处 几尊魔神 盯着蓬莱仙山 蠢蠢欲动 却没有杀上前去 同一时间 已经有魔神 飞速赶往祖庭腹地 将蓬莱仙山的异动 告诉小天尊 哦 蓬莱仙山到了祖庭 小天尊得到这个消息 不禁惊讶 向一旁的蓬莱仙主 孟道尊 我派人前去截杀那些蓬莱仙人 没想到 他们居然不退返进 杀到我祖庭来了 你手底下的这些仙人 真是胆大包天 先主孟无怀 目光闪动 是那个许应 补却了蓬莱仙山的天道 以至于这些伪先放肆 以为自己真的能与小天尊较量一场 若是小天尊能助我诛杀许应 夺回蓬莱 我蓬莱上下一定以小天尊马首施斩 许应 小天尊眼中闪过一抹不明思议的光芒 孟道尊 咱们不提许应 你可知道 维须也有客人前来 孟无怀冷笑 维须 维须的客人打算与我联手 吞并碰来 并且他们此时也在祖庭 你也知道 这些年 我祖庭与维须的合作不少 办过很多大事 孟无怀心中一紧 小天尊 为须与你联手吞并蓬莱 蓬莱不会真的落入你手 最低要分四成 但 我与你联手吞并蓬莱 我与蓬莱都是你的 小天尊不知可否打个哈哈 孟道尉 你是否见过我徒儿 楚天都 孟无怀肃然 虽未见过 但早有耳闻 听闻紫衣神侯楚天都 战败诸天万妾的年轻一辈 未封敌手 诸天万妾 不知有多少年轻高手 以击败楚天都为毕生目标 小天尊笑道 维须来客也想领教一下 楚天都的本事 你不用着急 尽管在我这里等一等 且看楚天都与维须高途一战 孟无怀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知此时摩语 其火可拘 想谈更好的条件 只好笑着看着他 神侯的本事出类拔萃 定能起开得胜 小天尊由头 未必 楚天都虽然得我真传 但为虚也不容小觑 先王弟子非同小可 何况又有仙器在手 楚天都想胜 必定极为艰难 孟无怀心中诧异 小天尊为何如此在意此战胜佛 见微支柱 以小推大 我竭力培养的弟子 若是不能胜过先王弟子 那么我与先王之间 便还有一段距离 我需继续折服忍耐 若是楚天都获胜 则说明我的实力 与先王并无本质差距 甚至说不定 我更胜一筹 孟无怀凛然 心中默默地想着 小天尊不是一语之位 难怪他掌握魔语以来 魔语越发兴旺壮大